第八百四十一章讲道理 理算是个什么东西 给这个老太婆捧了两天臭脚 还给你捧出优越感来了 根本做这样说话 何守正一脸怒容地对绿柳喝道 不得不说 江青秋在的时候 何守正处处都显得平庸 单江青秋死后 何守正的身上也浮现出一股上位者的气息来 被何守正这么吼 绿柳浑身一颤 不自主地往陶玉婆婆的身后靠了靠 丫头有干娘在这里呢 怕这个老混蛋干嘛 等我当上门主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她干掉 陶玉婆婆当着何守正的面 直接说道 她在加入六扇门之前 本就是邪道一妖女 性子自然不会那般拐弯抹角 哼 狗改不了吃屎 妖女就是妖女 何守正冷恒一生 何某修与你这种人为伍 何副门主 这妖女在多年前就不是什么好鸟 今天我们正道各门各派都到齐了 不如出手灭了这妖女 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说话的人 替着一个明亮的大光头 身上挂着一件袈裟 手上拿着佛珠 正是正道一个寺庙的方丈 名为一臣 虽然是出家人 但是为了利益开口闭口 就是杀了别人 可见这人的佛心还是不够坚定 一臣方丈所言有理 平道支援方丈 对杀了这个妖女 不过这些正道人是一个比一个叫的凶 却是没有一个人先动手 反倒是坐在对面的一群邪道的人 只见一人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宽刃大刀砍到了桌子上 此人在阴阳界正写两道道也颇有名声 名叫唐涛 人送外号血色唐刀 只见唐涛抬起脚 踏在了会议桌上 一尘老秃驴 你别光叫唤 你动手一个试试 在老子面前还什么替天行道 信不信老子第一个把你脑袋给扭下来 你 一尘方丈看着唐涛 咬了咬牙 确实没敢动手 主要是一尘方丈伸直打起来 自己不是这唐涛的对手 正到这边的人又不知道靠不靠得住 万一自己动手了 别人都在一边看戏 那岂不尴尬 面对唐涛的叫嚣 一尘方丈倒也忍了下来 见到这一幕 陶玉婆婆的气势更甚了 何守正 你还是乖乖的自己退出 后半辈子还能安详晚年 要不然 性命不保之时 怕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陶玉开口说道 我今天倒要看看是谁性命不保 何守正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各位同道 陶玉这家伙居心妥测 身为六扇门副门主 居然勾结邪魔外道 各位助我一臂之力 为我六扇门除了此害 在何守正领头之下 正道的人全都站了起来 而邪道那边的人 也是不甘示弱 一个个站起 目目相对 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难道阴阳界正邪两道 想插手我们六扇门之间的家务是吗 会议室外面响起了 毕云飞的声音 何守正和陶玉婆婆两人的脸色 都是唯唯一变 转头看去 只见毕云飞等三十多个六扇门的核心成员 一股脑地走了进来 毕云飞 你是什么意思 何守正开口问道 毕云飞没有回答何守正的话 而是开口说道 我什么意思 这句话应该问两位副门主吧 难不成我们堂堂六扇门的门主之位元 还需要这些三流门派来决定不成 虽然在座的正邪两道的门派 确实在阴阳界不入流 但是一般来说也没人会这样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 这可是赤裸裸的打脸了 虽然这里的门派众多 但是毕云飞依旧有这个底气打他们的脸 不为别的就因为一起来的这三十多个六扇门核心成员 要知道六扇门当初刚建立的时候 从各门各派拉来的人 无疑不是天赋绝伦 这么多年过来 又有华夏的大力支持 可以说这三十多个人 随便拉一个出去 都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 这群人聚集在一起 自然不是这群三流门派能够招惹的 谁 谁说的 我们就是一群老友聚聚会 没别的意思 和守正面色一正说道 依靠一群三流门派决定六扇门门主这样的事情 要是真的说出来 恐怕自己这个副门主 也就做道头了 和守正在这个位置做了这么多年 自然不可能犯这样的失误 陶玉也是跟着摇头否认 就是 我们一群好友聚会 怎么就让你说成决定门主了 嘿 真有意思 一群正道的道士和尚和一群邪魔外道还成了好朋友 毕云飞一脸笑一抵说道 毕云飞和守正一拍桌面 我可是六扇门的副门主 你少在我面前放肆 我和谁做朋友 难道是你管得了的吗 和副门主和谁做朋友 我确实是管不了 只是听人举报你们两个在这里争门主的位置 想过来看看热闹而已 毕云飞笑了笑 和守正的脑子转得还是要比陶玉快上那么一点 开口说道 没有的事情 不过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上 你听听我的说法 然后再发表你的意见 小毕你们在六扇门里带的时间比我和某人都久 为什么不能插话 和守正一副领导的架势 毕云飞嘴角一笑 既然这样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你先评评理吧 自古以来 我滑下都是七为夫刚 什么事情 不是男人打头 哪有让女人做一把手的道理 你说是不是 嗯 有道理 毕云飞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 和守正看游戏 更是趁热打铁地说道 如果让一个女人当我们六扇门的新门主 那不是让别人看笑话吗 第842章谢磨杀驴 坐在他对面的桃狱 听到了这里 就算是在傻 也明白过来和守正的意图了 急忙说道 哼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 现在是新华夏明白吗 讲究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 哼 你看看各大门派 有几个女人当门主的 还男女平等 和守正不屑地说道 你可别听他瞎说 陶玉着急地对毕云飞叫道 毕云飞开口对陶玉说道 什么瞎说 和副门主说的 不是挺有道理的吗 见到毕云飞帮自己说话了 和守正一颗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 老神在在地看着对面的桃狱 小毕 你果然是明是理 继续说 别怕那的老太婆 由我给你撑着呢 和守正不要脸地说道 人家毕云飞身后一大群兄弟 还用得着你给他撑腰 这样说不过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毕云飞故意小心地问道 其实我这心里 对于门主的继承人还真有一点建议 既然和副门主都开口了 那我就真说了 说 放心大胆地说 和守正一挥手 豪气地说道 见此 毕云飞开口说道 自古以来 我们华夏都是一个文明古国 比如男尊女卑这样的思想 虽然说不提倡 但有时候也不得不承认 这些老旧的思想 在我们华夏国的人心中根深蒂固 随着毕云飞的开口 和守正和陶玉两人的脸色 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陶玉婆婆黑着一张脸 阴沉的目光仿佛想要撕碎毕云飞一般 而和守正就完全不同了 只见他听得红光满面 就差拍手叫好了 就连正道那些各派掌门 一个个都是轻挪着胡须微微点头 承认毕云飞的话 嘿 毕云飞这小子平时看着讨厌 现在看起来 还是挺上道的麻 等会说到让我接替门主的时候 我要不要假意推托一下呢 嗯 就做做样子吧 要不然显得吃相多难看 和守正一边点头 心中却是如此想到 正因为我们华夏的传统思想 所以我觉得 两位副门主 都不适合接任六扇门的门主之位 毕云飞一语激起千层浪 和守正美好的幻想 更是背影生生地打破了 咦 你说什么 和守正一脸惊讶地看着毕云飞 桃玉这时候倒是冷笑了起来 我倒是没看出来麻 毕云飞 你还有这狼子野心 也不掂量一下自己算哪根葱 还想抢着门主之位 哼 门主去世 除了我们两个副门主之外 还有谁又有资格接手六扇门 就算我们两个不接手 六扇门的核心成员 也多的是 怎么轮也轮不到你毕云飞吧 纵使刚才和守正和陶玉两人 还在互相敌视 这时候却是统一了战线 刚才和守正那一番话 更是用来挑拨 想要离见毕云飞身后那群六扇门 核心成员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论姿排辈 肯定也排不到我毕云飞的头上 毕云飞笑呵呵地说道 我只是想问和副门主一个问题 刚才你不还是很支持华夏的传统思想吗 怎么一下就变卦了 哼 华夏的传统思想 难道是人去世了 让一个无名小卒上位吗 何守正冷横了一声 我都说过了 毕云飞摇了摇头 我只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古时候若是皇帝去世了 难道会让手下的大臣接替皇位吗 皇帝若是没有子嗣 那地位自然是有能者居之 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何守正眯着眼睛说道 是 江门主是没有子嗣 不过江门主还有一个清传弟子 正所谓长师为父 将门主去世之后 难道让他的弟子接替位置 不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吗 毕云飞这时候才说出了他本来的目的 听到毕云飞的话 和守正一张脸也不再红润有光了 反倒是如同黑炭一般 此时他如何还不明白 刚才人家的话 根本就不是帮自己说的 而是帮林云那个小兔崽子说的 亏自己还一脸了呵呵地帮人家接话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早就开始民主了 还玩世袭 何守正急忙开口说道 本来来说 林云在六扇门里面资历不够 实力不够 想要名正言顺地把他推到六扇门门主的位置 定要费一番周折 可是毕云飞也没有想到何守正居然这么配合 自己一进来就跟自己说什么华夏的传统思想 经过毕云飞一说 就算是在座的正邪两道人员 心里潜意识地都认为林云接手六扇门 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 何副门主 话可不能这样说 刚才你对我们华夏的传统思想 可是大力赞同的 毕云飞一脸轻笑地说道 我 我 和手正咬着牙 却是说不出话来 刚才说男尊女卑的时候 他是那么的心安理得 现在毕云飞扯一个子成副业出来 又如何反驳 毕云飞 按理来说 让林云贤职接手将老门主的位置 倒是合情合理 不过我担心林云贤职太过于年轻了 不然就让老申代劳 占理六扇门十年 等以后林云贤职的阅历和实力上来之后 老申在推卫让贤 你看如何 陶玉这时候一番话倒是说得有理有据 冷魔两可 不过十年之后的事情谁能说得好 让陶玉掌握了六扇门大权之后 林云能不能活过十年还不好说呢 陶玉 凭什么让你占理 要我看 还是让我来吧 和首正这时候又是争吵了起来 行了 都别说了 我自己的事情 还用不着你们两个代劳 林云从人群后面走了出来 你们两个还是早早的退位让贤 回家想轻浮去吧 哼 林云贤职 你这话说的就有些过了吧 我们两个对六扇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别说你还没有当上门主 就算是当上门主了 就凭一句话便卸磨杀驴 未免也太早了一些吧 和首正一番话瞬间就把林云说成了迫害功臣的小人了 第843章至修受伤 其实碧云飞之所以和林云一起过来 倒也不是畏惧和首正和陶玉婆婆的身后有什么强大的势力 这两人在六扇门这么多年 外界能够帮助到他们两个的势力 早就已经让江青秋给剪出掉了 之所以来 也只是求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罢了 现在理由已经有了 碧云飞也懒得和两人多说什么了 既然两位副门主对林云接手六扇门 没有意见 那么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 六扇门一日无主 整个阴阳界恐怕都安分不下来 碧云飞开口说道 碧施主 此时恐怕还得在意一下吧 毕竟事情不是小事 可不能这么仓促定下啊 一臣方丈此时开口说道 如果他们能把和首正捧到门主的位置 以后有他的支持 他们这些三流门派 说不定就能够跻身一线门派的行列 虽然有些异想天开 不过显然 这样想的 并不仅仅只是他一个 其他人也都同时附和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 一道剑气从人群之中展出 只见这剑气狂暴无匹 直接将那长长的会议珠给劈成了两半 哼 一群虾兵蟹将也敢在这里吵闹 都给我闭嘴 李若白提着刘云剑杀气腾腾地走了出来 环视周围 硬是没有一个人敢和他的目光对视 就算是刚站起来的一尘方丈 也是又做了下去 不过看到李若白走出来 和首正眼前又是一亮说道 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支持凌云贤侄 只是他的资历太浅了 既然我和陶玉婆婆让贤侄不放心 不如让李若白来做这个门主 李若白身为将门主的师弟 其九剑双绝的大名更是响彻阴阳界 他做这个门主 老朽我肯定鼎力支持 让师父做门主 陈思南在后面诧异地看了 和首正一眼好奇的嘀咕道 站在陈思南旁边的凌冲 倒是音笑了一下对他解释道 想不到和首正这老孙子心眼这么多 你以为他是真想推你师父做门主吗 只不过是看现在大势已去 想推一个人出来和凌云打雷台罢了 陈思南听到凌冲的解释 才恍然大悟 同时也是笑了起来 如果是别人也就罢了 还真有可能贪图这个门主的位置答应下来 但是李若白这个人 确实有些闲云野鹤的感觉 对于这些世俗的势力 根本就没有兴趣 不仅如此 连凌冲都能看出来和首正的想法 李若白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只见李若白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和首正 你把你那点歪心思收起来吧 我这个当师叔的抢他位置 你是想让我一臭万年吗 何首正见自己的小心思被试破 翻盘已经没有了一点希望 也是紧咬着牙 陈思南看到何首正这个样子 不由得好笑 借此就想挑拨李若白和凌云的关系 如果李若白真的答应做这个门主 估计凌云会很开心吧 他们两个都是不喜欢管麻烦事的人 我们走吧 凌云看了何首正和陶玉一眼 缓缓摇头 凌云哥哥 就在众人转身欲要离开的时候 身后却响起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一行人好奇地转过头看去 只见陶玉婆婆的那个干女儿 绿柳一脸笑意地跑了过来 陈思南好奇地看了凌云一眼 难道凌云和这个绿柳也有故事 凌云哥哥 真是恭喜你当上门主啊 我现在还记得当初你刚到六扇门总部 还是我给你打扫的床铺呢 你记得吗 凌云挠了挠头 好像还真有这事 当初好像你还一脸不情愿 在背后骂我呢吧 绿柳嘴角一抽 心中想到 当时自己骂得这么小声都被他听到了 凌云哥哥 你看你说的 俗话说打是轻骂是爱 当时我对你一见钟情 绿柳展开了长篇大论 凌云挥手打断了他的话 你到底想说啥 还用说麻 不就是看到你小子要当门主了 跑过来抱大腿来了 就是想嫁给你 凌冲在一边说道 嫁给我 凌云愣了愣 又看了看绿柳 绿柳倒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样子 反倒是说道 没错 我就是想嫁给你 不过我嫁给你并不是因为你当上了什么门主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 你是不是门主都不重要 得了吧 就你这样的 离我媳妇差远了 凌云挥手说道 绿柳之所以会跑出来 自然是对自己的容貌有自信 却是没想到自己最为自信的东西 居然被凌云说得好像一文不值一般 陈思南这时候也是轻笑了一下 那个啥 我倒是可以作证 他媳妇比你漂亮多了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说完 一群人根本没理会绿柳 直接离开了惊天大酒店 凌云 大全在我的感觉怎么样 这才多少时间 就有人对你投怀送抱了 陈思南右手碰了碰 凌云说道 凌云白了陈思南一眼 你要是喜欢 你来当啊 我才不稀罕呢 别扯独子了 好好干 以后华夏阴阳界的平衡 就要靠你来维持了 李若白对凌云说道 一行人站在车边 正说这话 突然 一辆黑色的轿车急速行驶了过来 碧老哥 赶紧回总部 那人车还没停稳 就在车里面大声叫道 在场的人都对视了一眼 碧云飞问道 出什么事了 难道有人敢闹灵堂 不是 是执修大师到了 你们赶紧回去看看吧 执修大师过来了 我们赶紧回去看看 碧云飞也不敢怠慢 急忙一挥手说道 很快 一群人就到了六扇门总部 果然 执修大师正盘膝坐在门口 风雪掉到他的身上 他也没有丝毫的反应 周围不少路过的人都围着执修大师看 不时指指点点 执修大师之所以这么引人注目 只是因为他现在身上浑身都是血迹 看起来伤痕累累的样子 脸上更是有三根指头的抓痕 执修大师 陈思南惊呼一声 没想到执修大师居然会受这么重的伤 第844张被酒耽误的天才 要知道 纳蓬魔王在逃走之前 已经被江青秋一招给打成了重伤 本来大家都认为执修大师追过去 肯定能够依据击杀掉那妖怪 没想到执修大师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执修大师 你没事吧 陈思南开口问道 执文平一开始一直都是闭着眼睛 直到这时候 才缓缓睁开了眼睛 只见他胸口起伏了一下 一口鲜血涌了出来 赶紧联系医生过来 林云也是急忙开口对旁边的人说道 执文平却是抬手制止了去叫医生的人 我是被纳蓬魔王打伤的 叫普通医生过来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让我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怎么会这样 纳蓬魔王不是已经被师伯打成重伤了吗 即便是这样 执修大师你依旧不是那妖怪的对手 陈思南问道 执修大师摇了摇头 进去说吧 陈思南看了看周围有不少普通人观看 也知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站起来扶着智修大师走到了四合院里面 一大群人走进了四合院 才把门关上 扰文平看到了四合院中间的灵堂 也是叹了口气 将施主 平僧倒是愧对你的牺牲了 即便是你牺牲自己重伤了那妖怪 我依旧没能取了那妖怪的性命 惭愧惭愧 智修大师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听他们的描述 你和我师兄联手起来 也能和那妖怪斗一斗 为什么那妖怪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还是被伤成这样 李若白皱着眉头问道 难不成那妖怪还有帮手 一大群人也都是疑惑地看着扰文平 唉 其大圣之一的彭魔王 果然是名不虚传 你们只是看到我和将施主联手 能和其一斗 却没有想过 那不过是被压制了五层实力的彭魔王而已 扰文平摇头说道 智修大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倒是没有听懂 李若白问道 扰文平又干咳了两声 才说道 本来那妖怪是被压制了五层实力的 在重伤的状态下 我倒是能够急杀他 不过就在我要急杀他的时候 他居然强行违背了天地兼对他的压制 发挥出了全部实力 他能发挥全部实力 在场的人全都是面色大变 李若白的脸色也是阴沉不定 然后就把大师你打成这样了吗 哎 五层实力和发挥全部实力 根本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能够说明的 那妖物发挥出全部实力 简直是太恐怖了 护体浮光 紧紧被他一抓就给拍得粉碎 如果不是老那退得早 恐怕就回不来了 扰文平一脸心有余记地说道 扰文平说完以后 整个四合院之中没有一个人说话 空气净得吓人 黄魔王的全部实力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是没有见过 但是之前在平原上所展现出来的手段 他们都是亲眼见过 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 将黄魔王称之为什么都不为过 没想到这样一个恐怖的家伙 居然在执修大师的追杀下 竟然还可以抵抗天地间的压制 强行打败智修大师 以后阴阳界还有谁敢去招惹那妖怪 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悲观了 依我看 那妖怪抵抗天地间的法则 肯定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现在定是最为虚弱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被彭魔王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给震撼住了 现在脑子都在回想当初那恐怖的场面 毕云飞倒是没有像那么多 一语点出了重点 对 没错 如果那妖怪能够轻松抵抗天地法则的话 早就使用权力了 又怎么会被门主给打成重伤 我也赞成这个观点 一大群人不停地说着 智修大师 你认为呢 陈思南开口对饶文平问道 饶文平也是点了点头 言之有理 狂魔王固然实力恐怖 但是想来也没有达到能够打破天地法则的地步 一定要抓紧时间 把他找出来 不然等他恢复过来 可就真的麻烦了 门主 下令吧 毕云飞对林云说道 请门主下令 全国通气那妖怪 一群六扇门的核心成员都是开口高呼了起来 身份还没有转换过来的林云愣了愣 才开口说道 传我命令 华夏国内 所有六扇门成员 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情 全力寻找出彭魔王的下落 遵命 智修大师 敢问你最后和彭魔王一战时 是在什么地方 毕云飞开口问道 北方的海上 饶文平开口说道 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就好 毕云飞点头 大家都把人手抽集过来吧 绝第三池也得找到那彭魔王 速度还必须要快 要是晚了 就麻烦了 三十多个核心成员也是一个个散去 召集人手去了 师父 我一定会好好打理六扇门 不会让你的心血付诸东流的 凌云对着灵堂之中举了一弓 师父 你之后是回神谷山庄吗 陈思南这时候对李若白问道 李若白摇头 本来以为出来看看热闹 没想到师兄出了这样的事情 既然那彭魔王没有被杀掉 那我就得想办法给师兄 要不然以后我死了 都没脸见他 师父 那彭魔王太厉害了 你可不要意气用事啊 陈思南皱着眉头说道 如果说之前的江青秋是一个理智的人 那李若白就恰恰相反 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当初他在神谷山庄所发生的事情 如果换成是江青秋 恐怕早就把碧玉禅除交给明健了 根本不可能等这么久 嘿 没想到居然让自己徒弟给看不起了 李若白微微摇头苦笑道 我不是看不起你 陈思南怕李若白多想 急忙解释道 李若白却是挥手打断了陈思南的话 行了 你就好好看看吧 为什么他们说我李若白是被酒耽误的剑道天才 说完 李若白把自己腰间挂的酒瓶子往天空一抛 直接挥剑斩成了两半 第845章不想做门主 李若白认真的样子 陈思南却是从来没有见过 师父 陈思南呢喃了一句 才说道 加油 当初江青秋就跟陈思南说过 如果李若白不是因为沉迷在酒上面 恐怕剑道上的造诣早就超过自己了 不过即便是这样 李若白的实力也算是非常强悍了 就是不知道认真起来的李若白 到底会变得多强了 对了 你呢 李若白对陈思南问道 陈思南想了想 开口说道 我和小玲在京都陪你吧 你们两个在这里陪我 李若白好奇地问道 陈思南点头 反正我们回成都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就在这边带着吧 如果找到了彭魔王 也能去见识一下 随你们吧 李若白挥了挥手 你还是先去问问小玲的意见吧 没事 我在家里地位高 他一般啥事都听我的 陈思南自信地一笑说道 李若白意味深长地看了陈思南 陈思南看到李若白的眼神 下意识地回过头 张晓菱这时候正站在自己身后 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 陈思南尴尬地挤出一丝笑容 小玲 小玲 你不是在休息吗 怎么过来了 我就是过来看看 没啥事 张晓菱笑着说道 陈思南干咳了一下 掩饰了一下自己的尴尬 那个啥 刚才话你也听到了吧 我们要不要在京都多住一段时间呢 陈思南一脸笑容地说道 显然没有了刚才那一股家里他说了算的气势 张晓菱无嘴一笑 行了 不就是在京都这边住吗 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至于吗 那就这样定了啊 陈思南笑着说道 你在这边住吧 我得回一趟成都 张晓菱摇了摇头说道 你回成都 回去干啥啊 你问问凌云呗 张晓菱抬头示意了一下凌云的位置 陈思南好奇地看了过去 只见凌云笑了笑说道 这不是孟瑶在成都 我就想让晓菱姐帮我去接一下她 陈思南白了凌云一眼 为了让张晓菱帮她办事 都叫上姐了 真不要脸 一边叫着自己师弟 一边叫自己媳妇姐 这叫什么事啊 不过这些事情 在凌云这种人眼里 还算不上什么事情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孟琳公主就一直靠在棺材旁边 看着江青秋的遗体 李若白走过去说道 孟琳姐 你什么时候带师兄离开啊 尽快吧 她生前一直都在这些势力之中周旋 她去世了 我不想让她继续待在这个地方 孟琳公主摇头说道 李若白对孟琳公主的话 也是赞同 微微点头 哎 如果师兄能够早点想通多好 现在这样平白耽误了你一辈子 李不懂 她早点想通 和晚点想通 对我来说并没有区别 我只需要知道 她爱过我的就够了 孟琳公主轻轻地说道 林云 安排师兄火化的事情吧 让孟琳姐带师兄离开这里 李若白转身对林云说道 嗯 就这样 孟琳公主带着江青秋的骨灰离开了 不过好像也并不是直接回林应宫 听孟琳公主话里的意思 应该是要带江青秋的骨灰到他们当初刚认识的地方走一走 而张晓菱也是坐飞机回成都了 就是帮林云接洛瑶去 倒也不是林云不想去接洛瑶 实在是六扇门每天的事情太多了 各地的党上来 这里有一只什么什么鬼怪 需要多少人支援 那里又出现一只不可多见的妖怪 需要多少高手 总之都是这样的事情 每一件都必须要林云亲自过目签字才行 幸好还有碧云飞在 林云有拿不定主意的事情 都是碧云飞帮忙想办法 这才能维持整个六扇门的正常运转 反倒是何守正和陶玉见大事已定 林云已经当上了门主 两个人表现得没有一点歪心思 依旧跟往常一样 何守正没事就来找他的林云贤侄下棋谈心 陶玉也是带人去了海边寻找彭魔王的下落 反倒是陈思南和李若白变成最咸的两人了 在离六扇门总部不远处的一个四合院里面 陈思南和李若白在这里住下了 京都的四合院价格不菲 自然不是陈思南和李若白两人能买得起的 这个四合院是六扇门核心成员到京都来办事的时候 专门用来歇脚的 李若白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 滴酒不沾 每天一大早起来 就是拉着陈思南一起练剑 陈思南倒也没有拒绝 其实从他跟李若白学艺之后 倒是没有像这样每天和他一起练剑 不过陈思南倒是没有李若白那么大的恒星 一天到晚的就练剑 练剑练累了就喜欢跑到六扇门总部找林云玩会 反正离得也不算太远 哎哟 我的哥 你总算是来了 林云趴在以前江青秋那屋子的办公桌上 只见他前面放了一大堆文件 毕云飞就站在一旁辅导他 陈思南站在门口 苦笑一下看着林云 林门主 我来这里 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别出去太久了 散散心就回来 这些党都是着急批的 毕云飞开口说到 林云点头 直接就窜了出来 哎 以前我还以为坐六扇门的门主很威风 没想到这么苦逼 一整天就老实坐在那里劈改党 李氏不知道 鸡毛蒜皮那么大点的事情都要跑来过问 真是烦死我了 陈思南和林云两人走在雪地上 林云一个劲地抱怨道 废话 你以为六扇门门主光是风光那么简单的麻 陈思南摩语帝说道 我早就知道当门主是这个的姓啊 所以我一开始就不愿意 林云翻了个白眼 要不然你问问你师父 让他来当门主算了 陈思南想了想李若白整天练剑的情景 点头说道 行啊 你去跟他说呗 得 也不用说了 我那的师叔估计跟我一个德性 愿意当门主才怪了 陈思南看着满腹抱怨的林云 心想这六扇门门主 别人争着抢着想坐的位置 你倒好 还非想退给别人 第846章被抓 对了 现在和守正和陶玉两个家伙怎么样 陈思南问道 他们没什么其他意外的情况吧 林云一撇嘴 就他们两个家伙 老实得很 之前还想抢这个位置呢 现在一天到晚的给我拍马屁 就怕我把他们两个副门主的位置给下了 陈思南皱了皱眉头 林云 那两个家伙别看老老实实的 心眼多得很 你可小心点 别被他们的花言巧语给弄得晕头转向的 该怎么处置他们就别心软 林云文言一笑 你以为我会被那两个马皮筋给拍晕吗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只是暂时不好动他们的位置 等找到合适的人选再说吧 陈思南听后 微微点头 林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 冬天的京都 到处都是白雪纷飞 落下的积雪 仿佛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披上了一层白布一般 陈思南这个南方人 可没怎么看到过这样的场景 唯一可惜的是 在这样唯美的场景里 身边的人 不是女孩子 而是林云这个臭小子 在林云离开六扇门总部以后 副门主和首正也是偷偷摸摸地离开了这里 何首正小心翼翼地走到一个饭店之中 四处打望了一下 发现没有人跟着 才走进了一个包房里面 这个包房里面 正煮着一个羊肉汤锅 一个看起来四五十岁的人 坐在饭桌上正悠闲地吃着 这个人虽然看起来年轻 但是何首正知道 他的脸上有一层人皮面具 要说这人脸上的面具也是逼真无比 何首正一般来说根本就看不出来 之所以知道 只不过是因为这人每次和何首正见面 都是一副不同的模样 何副门主 来了啊 中年男人开口笑着说道 何首正也不客气 坐在对面拿起筷子吃了两块羊肉才说道 天机老人 现在我在六扇门可是什么权力都没有了 你请我吃这顿饭 恐怕本钱都收不回去哥 虽然当初将青秋切断了何首正和阴阳界里面人的联系方式 但是何首正和这天机老人一直都在偷偷的联系 呵呵 何副门主这话说的就有些见外了 你我两人可是朋友 吃顿饭又有什么事 天机老人笑呵呵地说道 何首正神情不定地看着天机老人 倾笑一声 你这个家伙没有什么事情 从来都不会轻易露面 这次来找我何某人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吧 有什么事情你直说就是了 没必要这样拐弯抹角的 何副门主倒是一个爽快人 那我就直说了 天机老人也放下了筷子 慢悠悠地说道 不知何副门主 有没有想过把这个副字给去掉 何首正一听 家菜的手微微一停顿 这根本就不是有没有想过的事 何首正做梦都在想这事 你有办法何首正轻声问道 天机老人微微点头 既然我亲自来找你了 那自然是有几分把握的 你想要什么 何首正自然清楚 天上没有线柄掉 不得不问清楚 放心吧 我只需到何副门主 坐上门主之位后 能够倾整个门派之力 帮我做一件事情 何首正道 你要我六扇门做什么 放心吧 对于我来说 那件事很麻烦 但是如果是整个六扇门出力 那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 说完 天机老人喝了一口茶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料定 何首正一定会答应下来 果不其然 何首正思索了片刻 便点头说道 好 只要你能帮我坐上门主的位置 无论什么事情 我都会全力帮你 天机老人笑着点了点头 祝我们合作愉快 话可别说太早了 先帮我登上门主的位置再说吧 何首正摇了摇头 直接站起来走出了这个包房 在何首正走出去之后 沈强和沈梦瑶从包房的门口走了进来 师父 为什么要找何首正这个蠢货合作 整得我们好像求着帮他一样 沈梦瑶不解地说道 天机老人文言 微微摇头 能在江青秋眼皮子底下做父门主的人 你以为能是什么聪明货色 如果是聪明人 江青秋能留着他们这么久 差不多就行了 这家伙总比陶玉的小聪明多一点 也算是是实物 挺天机老人这么一解释 两人才明白了过来 别想那些了 让阿易他们办的事情 怎么样了 天机老人看着窗户外面的雪景问道 放心吧师父 由老六和大哥一起去 肯定万无一失 沈强回应道 在他们兄弟之中 实力最强的就是老大一 老六肖玲 则是智商最高的艺人 他们两个联手 肯定不会出任何问题 就在这时候 沈强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沈强看了一眼短信内容 嘴角一笑 老六发来的短信 洛瑶和张晓玲两人都活捉了 天机老人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就看那的凌云赶不赶来了 把这个消息通知六扇门吧 之后就看那凌云有没有胆子过来吧 嗯 沈强唯唯点头 六扇门总部 陈思南和凌云两人收到消息急忙跑了回来 碧云飞站在门口 门主 你回来了啊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凌云着急地问道 碧云飞从手里拿出一个信封 递给凌云 你自己看看吧 凌云打开信封一看 顿时就是一咬牙 妈的 到底是那个王八蛋干的 出什么事了 陈思南也是开口问道 凌云说道 洛瑶和小林姐两人被抓了 被抓了 陈思南也是一瞪眼睛问道 什么人干的 我哪知道是谁干的 这信上的人让我三天以后一个人去救人 凌云把信递给陈思南 陈思南看了一下 这信也没有写得多复杂 就说让凌云一个人到茅西镇救人 陈思南咬了咬牙 难道是茅山的人干的 就算真的是茅山的人干的 他们也没必要这么蠢 让门主去茅西镇吧 碧云飞倒是在一边理智地说道 这可能是祸水东引的手段 第847章对战阿一 之所以怀疑茅山 也不是因为别的 就因为这茅西镇 就是茅山下面的一个镇子 陈思南虽然心里对茅山有看法 但也是认同碧云飞的话 如果真的是茅山干的 根本没有必要让他们去茅西镇那边救人 到底是谁 会在这个节骨眼和我们六扇门为敌 碧云飞倒是低头沉思了起来 别管是谁了 赶紧准备一下 我马上就出发 林云集不可耐地说道 门主且慢 此时还得再商议一下 先让人做好准备再说 碧云飞担忧地说道 林云皱起了眉头 准备 准备什么 难不成门主你真打算一个人过去不成 碧云飞反问道 对面的人肯定会对门主不利 还是先派人把茅西镇围起来再说吧 碧云飞 他们心里都说得很清楚了 让我一个人过去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派人为了茅西镇 万一他们对洛瑶不利怎么办 这是没得商量 林云强硬地说道 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 你忘了 不仅仅是洛瑶 小林可也在他们的手里 我陪你一起过去 陈思南转头对林云说道 林云稍微一犹豫 行吧 咱们两兄弟一起去 毕云飞见劝说不了 叹了口气 门主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 六扇门可怎么办 你想过没有 毕云飞开口说道 六扇门的门主这才换了几天啊 要是林云珍出了什么事情 总不可能又换一个门主吧 反正我这个门主也差不多就是一个摆设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情 六扇门里面大事小事由你负责 到时候实在没办法了 你就去找我师叔 让他当门主 林云说完 就走到了屋子里面 拿起了将青秋留给他的金锋剑 走了出来 你有没有什么要准备的东西 林云对陈思南问道 陈思南摇头 拍了拍自己的天罚剑 有他就够了 嗯 那行 我们走吧 林云说完 就直接拉着陈思南跑了 也没让毕云飞安排人送他们 主要是林云担心被碧云飞唠叨 毛西镇 位于毛山西方 因为毛山的原因 这个镇子里面的人 基本上都比较通道 平时在镇子上逛街 随处都可以看到很多街边的小贩贩卖猪砂等物品 纵然是入夜 一般也会有行人 但是此时的毛山镇上 却是安静的下人 整个小镇上 没有一点声响 在小镇的大街上 一个中年男子背负着手 遥望着毛山 此人正是天机老人 师父 你说那个林云会自己过来吗 萧玲开口问道 在天机老人的身后 站着四个人 分别就是阿姨 沈强 沈梦瑶 和萧玲 你别担心了 那个林云可没有你这种脑袋 能够理性分析问题 她肯定会来的 天机老人淡淡地说道 事情都准备好了吧 听到这话 即便是萧玲也是忍不住 咽了淹口水 依旧开口说道 放心吧师父 一切都按照你的吩咐准备好了 嗯 天机老人点头 萧玲想了想 依旧还是开口说道 师父 也只是对付一个林云罢了 甚至都不用师父你动手 我们几个就可以解决 为什么还要准备哪些东西 不该问的别问 我既然准备了 那自然有我的用意 说完话之后 天机老人也闭口不言 只是看着毛山 想到了之前做的事情 即便是萧玲这种智者 也是有些不忍心 深吸了一口气 将自己的情绪给压了压 前面就是毛西正 怎么看起来像没有人的样子啊 林云和陈思南已经到了阵子外面 林云看着毛西正黑灯瞎火的样子 不由得问道 陈思南微微摇头 我也不清楚 看起来肯定有诈 不管了 洛瑶和小林姐都被抓了 就算是刀山火海 我们也得把他们两个给救出来 林云咬牙坚持说道 对于这话 陈思南自然也是抱以同样的想法 走吧 救人 说完 两人便走进了小镇之中 虽然整个小镇没有一丝灯火 但是从依稀的月光依然可见 这里的房屋风格 都属于那种比较古老的类型 两人走在街道上 林云不由得大叫了一声 喂 有人吗 安静的毛西正 甚至荡起了林云话里的回音来 不是说让你自己来吗 怎么还带了一个人 天机老人阴沉的声音响起 陈思南和林云的心中一紧 看着前方 只见天机老人带着萧林等人 从一个小巷子中走了出来 陈思南不认识天机老人 但是对于萧林和沈强 沈梦瑶的模样 可还记得清清楚楚 萧林 你就是在萧林背后的人 陈思南看着天机老人问道 林云也是开口说道 小爷我带谁来 你管得着麻 是像的 就赶紧放了洛瑶和小林姐 要不然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呵呵 小娃娃好大的口气 天机老人笑了笑 既然你来了 那就暂时留下来吧 天机老人的话音一落 阿姨便大步朝着陈思南和林云冲了过来 这个阿姨的年纪看起来也不是很大 最多也就二十五六的样子 长相憨厚 一看就是那种话不多的人 陈思南笑了一下 还真把我们哥俩当成大白菜了呢 先干掉这小子再说 林云拿出金锋剑 这金锋剑是江青秋一直随身携带的宝剑 其中的剑铃更是因为江青秋滋养的原因 强大无比 可以说光是这一把剑 就可以大幅度地增强林云的实力 陈思南更是直接一道剑气挥出 白色的剑气之中 带着丝丝雷电 威力更是增加了几分 面对陈思南的剑气袭来 阿姨也并不慌张 唯唯一笑开口轻声念叨 阴阳顺利妙难穷 二至海相依九宫 若能了打阴阳里 天地都来一掌中 阿姨一掌推出 只见一个五行八卦图浮现在半空之中 微微转动 朝着陈思南所发出的那剑气打来 第848章想要和老夫动手 只见那五行八卦图迎风变长 甚至整个街道都被这五行八卦图给占满 陈思南的剑气劈砍到了这五行八卦图上面 仅仅只是激荡起了一丝火星 便在没了下文 奇门顿甲之术 林云惊讶地叫了一声 陈思南眉头也是微微一皱 从当初那的来抓张晓玲的人所施展的奇门顿甲之术 他就有些怀疑 现在看来 果然会奇门顿甲之术的 还不仅仅是一两个人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不过陈思南也来不及多想 那个巨大的五行八卦图便已经临近 陈思南急忙往后退去 阿姨笑了一下 这样就想跑了 只见阿姨的手势变换了一下 天空中那五行八卦图也是随着 他的手势变动了起来 那五行八卦图的速度更是倍增 凌云见状也是一步迈出 施展出金锋剑绝独特快速的身法来 刹那间就到了阿姨的身旁 我看你怎么维持这个阵图 凌云低喝一声 金锋剑极快地对着阿姨的脖子抹去 只一见就将这个阿姨的头给斩飞了起来 天空中的那五行八卦阵图也是随之消失 这么简单就干掉了 陈思南和凌云两人都是诧异地看着躺在地上的阿姨 从刚才出现的那五行八卦阵图上来看 陈思南和凌云都认为肯定是一场硬仗 没想到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 就把对方解决掉了 速度还真是够快 将青秋的涂地倒也不凡 阿姨的声音响起 陈思南和凌云猛地抬头看去 只见那阿姨从天机老人的身后走了出来 再一看地上的那的阿姨 已经变成了一个指人 指人 李氏刘卓 陈思南脑海里面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当初六扇门集合整个南方阴阳先生的时候 曾去灭了三个邪教 当时听龙辉说 有一个邪教的掌门被抓回六扇门总部以后 才发现是个指人 那个指人做得宛如真人一般 巧夺天工 连不少六扇门的高手都被骗了过去 刘卓这个名字当时也在陈思南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卓 好长时间没听人这样叫过我了 我还是更喜欢别人叫我阿姨 果然是你 陈思南眯着眼睛说道 说话的同时 陈思南对刘卓前面的那个人更忌惮了 连刘卓这个气门顿甲之术的高手 都甘心在其手下做事 可想而知 那人一定不简单 凌云是吧 刚才只不过是出手让你们知道一下我们的实力 倒也不是真要拼个你死我活 天机老人被着手说道 你们如果想要救洛瑶和张晓琳 就帮我办一件事 我保证把他们两个安稳地送回来 帮你办事 凌云眉头紧锁地说道 如果是一开始 凌云根本犹豫都不会有半分 直接就动手了 不过从刚才那个阿姨展现出来的实力 至少就不在自己和陈思南之下 更何况还有好几个实力不明的家伙 凌云虽然比较冲动 但是也不至于傻到这时候还想和对方硬碰硬 你先说说什么事情 陈思南在一边开口说道 肯定是你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天机老人缓缓说道 既然凌云你是六扇门的门主 那么想必召集六扇门的核心成员办点事情 不会太难吧 召集六扇门的核心成员办事 凌云眼皮一跳 心想 这个家伙肯定图谋不小啊 六扇门的核心成员 那都是什么人 多少年前的天才人物 在华夏国提供大力支持下修炼到如今 每一个都可以说是绝顶高手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需要这么多人出手帮忙 陈思南心中自然也是有些疑惑 开口问道 到底什么事情 毛山 吴为子 我要他的命 天机老人深邃的眼光再一次看向了毛山之上 陈思南和凌云对视了一眼 两人心中同时生出了一个疑惑 这个家伙是谁 为什么要对付吴为子 其实毛山的吴为子 一直以来都很低调 但是却不代表他实力就弱了 堂堂毛山掌门 其实力再差 又能差到那里去 更何况如毛山这样的门派 传承下来的底蕴身后 各种各样的宝物不知几何 想要对付毛山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件事情 我办不到 凌云黑着一张脸说道 毛山在阴阳界毅历上千年 其影响力在整个阴阳界可谓远远流长 如果六扇门真的对毛山动手 结果即便是凌云着的半吊子门主都能想出来 六扇门在阴阳界的存在 就是调和阴阳界之间的纷争 保持一个平衡 这样的一个存在 六扇门又怎么可能对毛山动手 呵呵 你不答应没事 大不了宰了你换个人做门主 效果也是一样的 天机老人轻描淡写地说道 虽然语气平淡 但是其中的威胁意味 却是浓郁至极 六扇门不论换谁做这个门主 都不可能对毛山动手的 凌云摇了摇头 天机老人呵呵一笑 如果是何守正呢 何守正 那个老东西啊 利欲熏心之下 确实是有可能对毛山动手 不过你觉得他有可能当上门主吗 就算当上了 又有谁会听他的 来攻打毛山 其实天机老人的内心里 本来第一打算就是和凌云合作 就像凌云说的那样 就算是否和守正做了门主 那家伙到底能不能命令的 动六扇门的核心成员还两说 之所以找和守正 也不过只是下一层保险罢了 这么说来 那就是没得谈了 阿姨 动手杀掉那两个女人吧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天机老人轻声说道 那个阿易文言 也不说话 微微点头 就要朝着那小巷子里面走去 听到他们要对张晓菱和洛瑶动手 陈思南和凌云哪里还坐得住啊 两人对视一眼 点了一下头 就朝着天机老人冲了过去 行贼先行王 呵呵 想要和老夫动手 你们还差得远啊 第八百四十九章八痕 天机老人轻笑一声 伸出双手 随意掐了一个法诀 陈思南只感觉天机老人的手指上下翻飞 如同迷宗一般虚幻 速度极快 突然 陈思南的眼神一愣 发现天机老人的中指处 有一道如同闪电模样的疤痕 看到这道疤痕之后 陈思南整个人如遭雷击 呆愣在了原地 半空中 一道虚妄的大手缓慢地从天而降 朝着陈思南压了下来 陈思南 你发什么愣 快躲开啊 凌云已经从这个大手的攻击范围之中退了出去 却发现陈思南还呆愣在原地 不由得大叫道 这大手的速度缓慢 要说陈思南很容易就可以躲开 但是此时陈思南就像是傻了一样 眼看那只大手就要拍到陈思南的身上 天机老人也是微微一皱眉 冷恒了一声 即将打中陈思南的那只大手 在天空中直接消散开来 天机老人带着几个徒弟走进了巷子之中 凌云看了陈思南一眼 也追到了巷子之中看了一下 却发现天机老人他们几个已经全部消失了 而在这巷子的上方的楼顶 萧灵开口对天机老人说道 师父 既然这个凌云不答应合作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天机老人在楼顶向下看 只见陈思南依旧在发愣 算了 这次的行动取消 把人给放了吧 天机老人缓缓说道 把人放了 萧灵等人都是诧异了起来 师父 那个计划 取消掉 天机老人声音沉闷 却也不容置疑 说完话之后 天机老人已经消失在了楼顶 不见踪影 只剩下萧灵几人 萧灵站在原地 不停地咬着手指 这是他在思考问题时候 下意识的动作 老六 你说师父是怎么想的 这次大好机会 只要能够杀了凌云 就能让何守正当上六扇门门主 想要杀上毛山 依靠我们的底牌 肯定也没问题 为什么会突然放弃 沈强在一边问道 兄妹九人之中 也只有萧灵的头脑最为好用 我也想不出师父有什么理由放弃 萧灵的眉头紧锁 有可能和这个陈思南有关吧 算了 师父的意思 我们照做就行了 把人放了回去再说吧 阿易开口说道 萧灵文言 无奈地点点头 唉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小九醒过来 别多想了 走吧 就小九的事情 急不得 阿易说完 便带着几人离开了 陈思南 你怎么了 刚才怎么不躲开啊 凌云走过来好奇地问道 陈思南直到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 摇了摇头 没什么 应该是我看错了吧 凌云见陈思南没说 导演没有追问下去 不过陈思南这时候也是一个静的想 刚才应该是自己看错了才对 那个天机老人中指上的那刀疤 不论是位置还是形状 同样的 在陈思南师父张自清的手上也有一道 那刀疤是当初陈思南年纪还很小的时候 和张自清在外历练的时候 遇到了一只妖怪 那只妖怪的实力强横无比 而且智商极高 知道条软柿子捏 就专对陈思南下手 张自清因为带着陈思南这个累赘 虽然到最后也降服了那只妖怪 但是到最后手指都差点被那妖怪砍了下来 就那样 留下了那道疤痕 可是如果不是师父 刚才为什么会手下留情 陈思南小声地念叨着 难道师父没死 行了 凡云说着 已经走进了小巷子里面 陈思南深吸了一口气 决定等会见到天机老人 一定要问个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师父 如果真是师父 又为什么诈死骗自己 想到了这里 陈思南也快步跑到了小巷子里面 走到这个小巷子里面 陈思南才发现 这里面是个死胡同 人都去哪里了 凡云看了看房顶 就在这时候 巷子外面突然想起了人的声音 刚才是怎么了 我怎么会晕过去的 不知道啊 我也晕了 真是奇怪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陈思南和凡云对视了一眼 走到了巷子外面看了一眼 只见这毛西镇的村民们一个个都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 每一个人都睡眼朦胧的 好像刚睡醒一般 令陈思南和凌云惊讶的是张小玲和洛瑶两人也在其中 小玲 洛瑶 陈思南和凌云两人同时叫了一声跑了过去 张小玲和洛瑶看起来状态也不是太好 显得很削弱的样子 小玲 你没事吧 陈思南扶着张小玲问道 张小玲微微摇头 放心吧 我们没事 你们没事就好了 真是担心死我了 凌云松了口气说道 不过那个天机老人是个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会把你们抓了又放掉呢 陆瑶摇头说道 我也不清楚 我被抓了以后就被打晕了过去 我也差不多 张小玲道 陈思南听到凌云所说的疑惑 心中对于天机老人的身份再次起疑了 难道真的是师父 之所以会放了小玲他们俩 也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你怎么了 感觉你不太高兴的样子啊 张小玲对陈思南很了解 陈思南心里有点什么事情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陈思南挤出一丝笑容 不高兴 哪有 你和洛瑶没事就好了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我们先回去吧 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凌云警惕地看了一下四周说道 谁知道那些家伙是怎么想的 回到六扇门总部安全下来再说吧 张小玲和洛瑶自然是没有意见 陈思南倒是左右四周看了一下 希望看到天机老人 然后当面问问他到底是不是自己师父 不过却也未能如他所愿 周围根本没有天机老人的身影 你在看什么呢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张小玲不解地问道 陈思南笑了笑 没什么 第850张除掉何首正 京都 六扇门总部 何首正正慢慢地品着茶 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 从天机老人来找自己以后 何首正的心理就一直忐忑地不行 对于天机老人的话 他一开始也是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要推他当门主 首要条件肯定就是杀掉凌云 但是凌云身为六扇门门主 肯定不会到处乱跑 只要他待在六扇门总部 即便天机老人的本事再大 也对他没办法 要知道 六扇门总部的周围 不仅仅长期有几个核心成员阵守 周边更是有一支部队 如果天机老人真赶来六扇门总部闹事 那和找死没什么区别 但是就在昨天 他听说有人绑架了凌云那个小媳妇 让凌云自己去救人 虽然凌云并不是一个人去的 多带了一个陈思南 但是在天机老人那种实力的人物面前 带一个陈思南 和他单独一个人前去 又有什么区别呢 此时的何首正心情不可谓不美丽 一边品着茶 一边等着凌云的死讯传回来 到时候六扇门群龙无首 自己也只能暂时站出来顶起大梁了 想到这里 何首正不由得哼起了小曲来 毕云飞着急地在院子里面走来走去 不停地想着 如果凌云真的出事以后要怎么办 未雨绸缪 总不会出错 如果凌云真的出了事情 恐怕还真的让李若白出来镇住场子了 就在这时 何首正横的小曲传来 听得毕云飞一肚子的火 往何首正那边看了一眼 却也什么都没说 何首正无论如何 还顶着一个副门主的名头 毕云飞也不可能和他吵闹起来 我们回来了 伺和院外面响起了凌云的声音 听到这声音 毕云飞的脸上浮现出一股喜色 急忙走了出去 何首正也是面色微微一变 站了起来 难道天机老人失守了 不应该啊 对付两个矛头小子而已 说着 何首正也紧随毕云飞的步伐走了出去 陈思南 凌云一行四人完好无损地站在四合院门口 门主 你没事就好了 毕云飞看到凌云回来 才松了一口气 何首正虽然心中惊讶 却也是挤出一丝笑容来说道 恭喜门主 贺喜门主 真是担心死我了 你没事就好 凌云冷笑了一声 别在哪里假惺惺的了 恐怕你心里失望得很吧 门主何出此言 何首正面色不改地说道 这话可就诛心了啊 老东西 你就别装了 来人 给我把他拿下 凌云伸手一指和首正喝道 凌云话音一落 从四合院周围 猛然出现了三个人 这三人每一个都是六扇门的核心成员 三人在这里 也正是因为凌云的修为不够高 特意留下来保护他的 以前江青秋做门主的时候 倒是没有这么多的事情 加上毕云飞也是猛然出手 四个核心成员动手 何首正知道不是对手 也没有反抗 任由几人把他绑了起来 门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门主才去了多久 你就开始杀功臣了吗 果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看来老夫是躲不过此劫了 何首正昂头挺胸 一副悲壮的模样 他这嘴皮子功夫 着实厉害 一瞬间就把自己说成六扇门的大功臣 凌云这是铲除前任门主留下来的老人 哼 你就别装了 连和外人想害本门主 恐怕今天我回不来 你就要当上门主了吧 凌云冷笑一声说道 吃里扒外的东西 凌云的话一说完 何首正的脸色才变了几遍 心中想到 难道天机老人把自己给出卖了 其实虽然天机老人给凌云说过 干掉他 扶持一个人做这个门主 但是却也没有把何首正给说出来 凌云之所以会对他动手 只不过是因为很久就想铲除这两个副门主了 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太好的理由下手罢了 他也只是借着洛瑶被绑架的事情借题发挥罢了 对于何首正到底是不是联系天机老人的那个人不重要 反正不管他是不是 凌云都会对他动手 门主 冤枉啊 我老何对六扇门忠心耿耿 再将门主手下十多年 更是兢兢业业 你如此折杀功臣 难道就不怕别人寒心麻 何首正咬牙说道 兢兢业业 凌云冷笑了一声 我师父在的时候 你敢动歪心思麻 看我年轻 就像把我娶而代之 把他押入地牢 不准任何人接近他 何首正已经被绑住了 三个六扇门的核心成员微微点头 直接压着他就离开了 毕云飞摇有所思地看了何首正一眼 走吧 进屋子里说 林云说道 嗯 毕云飞点头 会对何首正动手的事情 几人在回来的时候 林云已经说过了 所以陈思南几人都没有什么惊讶的表情 毕大叔 麻烦你帮他们两个丫头安排一个安全一点的住处 走到屋子里一坐下 林云就对毕云飞说道 毕云飞也是点了点头 不然就让他们两个住在李若白哪里吧 有李若白看着 肯定没什么问题 陈思南是和李若白住在一起的 陈思南点了点头 行 反正我们那个四合院比较大 他们两个住进去也不嫌疾 对了 门主和首正真的是这次的主谋吗 毕云飞知道这里也没有外人 所以开口问道 林云脸上浮现出一脸见笑 你说呢 看到林云这笑容 毕云飞便知道了结果 沉默了一会 毕云飞才说道 既然是这样 那就不能让这的老家伙活着出地牢了 嗯 这些事情 毕大叔你看着弄就行了 林云说道 放心吧 不会留下把柄的 毕云飞轻声说道 陈思南看着这两个家伙 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决定了和首正的下场 也是唯唯摇头 很多时候 看别人卑鄙下流 做事心狠手辣 但实际上是因为你还没有坐到那个位置上去 等你坐到那个位置上 很多事情 都是身不由己的 第851章 苦修的大力哥 至此 张晓菱和洛瑶两人 就在四合院之中住了下来 沉迷见到的李若白甚至都还不知道陈思纳和林云去了一趟毛西镇 在知道了以后 李若白将陈思南大骂了一顿 其实也无非就是说陈思南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知道和自己商量一下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到时候陈思南死了也是活该云云 虽然是骂 不过陈思南听的也是暖暖的 如果是不关心你的人 才懒得多费口舌骂你呢 陈思南也总算是过上了一段悠闲的日子 每天早上和张晓菱一起出门买菜 然后回来做饭 吃过饭之后 陈思南就和李若白一起在院子之中练剑 就这样 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陈思南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 剑术可谓突飞猛进 但是却始终不能踏入李若白所说的那种剑心境界 多次找李若白问 李若白都说陈思南的心太砸了 不能明彻本心 其实不用李若白说 陈思南自己也能感觉到 每一次出剑 根本不能像李若白说的那样心无杂念 不过李若白的剑术造诣 却是一下子突破了 总得来说 无名剑爵和金锋剑爵一样 一共分为五个层次 分别是入剑之境 炼剑之境 剑心之境 物剑之境 人剑合一 在二十年前 李若白就已经达到了剑心之境的巅峰 那时候的李若白 才不过二十多岁 可谓是剑道奇才了 可是却因为俗世缠身 加上沉迷久道 李若白的剑道可以说是没有丝毫进步 因为江青秋的死 让李若白立志专研剑道 却是使得二十多年的积累怦然爆发 一招突破 其实力至少不比江青秋之前做六扇门门主的时候弱了 三个月的时间过去 已经到了新年的时候 四合院外面到处都是鞭炮的声音 雪中洋溢着过年的味道 大雪照封年啊 李若白站在四合院的门口感叹道 在四合院里面的厨房里 张晓菱和洛瑶两人都在包着饺子 其实张晓菱和陈思南都是南方人 那边过年的时候 一般很少这样在家里包饺子来吃 不过这里毕竟是京都 正所谓入乡随俗 自己在家里包饺子 也别有一番风味 师父 这么大的雪 你可别在外面站着了 等会别感冒了 张晓菱在厨房里面笑着说道 三个月的相处 张晓菱已经跟着陈思南一样 叫李若白师父了 就是 师叔 赶紧进来吧 洛瑶也是开口说道 没事 我就站在门口看陈思南和凌云那两个臭小子啥时候回来 李若白朝着屋里挥了挥手 李若白站在门口 嘴角却是挂起了一丝笑容 这种家的感觉 李若白却是好多年好多年没有体会到了 凉的 大过年的也不放假 这个门主没法做了 还没到家门口 就响起了凌云的抱怨声 陈思南和凌云两人并排走了过来 李若白看到凌云的表情 轻轻一笑 怎么 又闹情绪呢 哎哟 真的是太烦了 他们在海上找狂魔王就算了 每上一个岛 都要跟我请示一下 还非得让我签字 凌云翻了个白眼说道 听到凌云的话 李若白也是问道 都找了三个多月了 狂魔王还是没有一点消息吗 没有 凌云摇头说道 整个黄海渤海都快让他们翻了个底朝天 就是连毛都没有找到一根 没找到就算了 正好让我亲手给师兄报仇血恨 李若白轻松地说道 虽然轻松 但是陈思南却从李若白的声音之中 感觉到了一股认真 陈思南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了 从内心深处来说 陈思南是不希望李若白去冒险的 但是要说让李若白不去找 小鹏王王报仇 显然也不可能 行了 大过年的 别聊那些了 进去吃饭吧 陈思南开口说道 李若白点了点头 三人走到了四合院里面 一盘盘冒着热气的饺子端了上来 蘸点醋 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海上 由于冰冷的寒风 导致海上没有一只飞鸟 寒冷的海水 温度起码在零度以下 如果把人丢进海水里 恐怕直接冻死都有可能 就在这海水中 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 一个猛子从海水里钻了出来 在他的手上 死死地捏着两条大鱼 过年麻 还是得吃顿好的 大汉了呵呵地笑道 这人正是当初在龙虎山上面 不告而别的大力哥 大力哥游到了旁边的一个海岛上 这海岛的中央 有一个火山 不过却是沉寂了下来 在火上的下方 有一片茂密的丛林 只不过因为冬天的原因 这丛林的树上的叶子 基本上都掉光了 寒风呼啸地刮着 大力哥光着膀子 仿佛感觉不到一点寒意一般 竟只走到了火山下方的一个山洞口 大力哥随意捡了一些干柴 在山洞口架起火来 把鱼放在上面烤了起来 不一会 两条鱼都烤熟了 大力哥随手抓起一条啃了起来 一边啃还一边嘀咕道 这他娘的 估计那些苦行僧也不过如此了吧 大力哥在龙虎山的时候 看到陈思南和凌云这些小年轻的实力 一个比一个强 让他深受打击 虽然大力哥属于那种混吃等死的类型 但其实内心还是比较要强的一个人 哪能看到陈思南他们一个个的进步 自己却止步不前 不而便找了这个荒岛苦修了起来 嘿 等回去以后 一定得让陈思南他们请我吃顿好的才行 啃完了一条鱼 大力哥砸巴了一下嘴皮子 那个 能给我一条鱼吃吗 在大力哥身后的山洞里面 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 大力哥诧异地回过头看着那人 哟 你醒了 都昏迷三个多月了 我还以为你活不了了呢 这个人是三个多月以前 大力哥在海上修炼的时候捡回来的 当时这个人浑身是血 好几只鲨鱼围在他的边上旋转 不过就是不敢上前 第852章 想结婚 诺 给你 大力哥随手把正在烤着的那条鱼扔给了这人 你叫什么名字啊 怎么受这么重的伤被扔到海里了 仅凭这个人受到重伤 没有任何医疗条件 昏睡三个多月还能醒来 大力哥就知道这人不是一般人 我 我叫 我叫什么来着 那人吃着鱼 也是一脸的不解之色 大力哥摸了摸下巴 看着这个人 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失忆吧 大力哥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算了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以后跟哥混吧 大力哥拍了拍胸膛 亮出一声的肌肉疙瘩 以后就叫你 叫你小力吧 大力哥想了半天 最后也只憋出了这个名字 小力 那人愣了愣 点了点头 大力哥咧嘴一笑 废话 俺叫大力 你当我小弟 肯定就叫小力呗 小力 大力哥新收的小弟小力 一边吃着鱼 一边呢喃着自己的新名字 大力哥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行了 我再去弄点吃的 你刚醒过来 多休息 新年过后第一天 陈思南伸了个懒腰 从自己的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虽然他和张晓玲是男女朋友关系 但是却也没有到同房的关系 说到底还是陈思南和张晓玲 两人都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人 谁都不好意思提起这个话题 新年第一天 陈思南叫了一声 臭小子 起床了 李若白大清早 已经站在院子里面练剑了 陈思南伸与弟说道 师父 你练剑就算了 没必要这样一天晚到晚的练吧 要住一楼一节和啊 李若白倾笑一声 懒散了二十多年 不勤快点怎么把之前欠下的补回来 就是 你都跟师父学着点 真没见过你这么美用的天选之人 张晓玲端着一盘饺子 从厨房里面走了出来 还不忘调侃一下陈思南 陈思南眉头也是冒出一根黑线 这段时间张晓玲没事就拿陈思南 这个天选之人的身份来说是 关于末日浩劫 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肯定和妖界有关 彭魔王能够抵抗天地间的法则 施展全部修为 就是一个警钟 要知道 光是六扇门有记录 类似于彭魔王那样的超强妖怪 在整个妖界两只手都竖不过来 如果那一天 人间对于妖怪实力压制的法则真的失效了 那乐子可就大了 现在的阴阳界可比不得唐朝那时候 那时候的道家 佛家 儒道 猎妖人等等其能意识数不生数 现在相比于那时候 已经可以说是末法时期了 如果妖界的大妖怪们全部跑到人间 对于华夏来说 也的确说得上末日了 圣僧三藏当初预言的天选之人 可以拯救这场灾难 陈思南也是郁闷得很 别说十年了 就算是在给自己修炼二十年 估计都够呛能够打败彭魔王 我都怀疑是不是搞错了 那个什么天选之人应该另有其人吧 陈思南摩宇帝说道 李若白收起了剑 招呼了一下陈思南 走吧 别发愣了 吃早饭去 除了凌云那个门主是个大忙人 早早地就去了六扇门总部之外 其他几人都在屋子里 凌云虽然忙 不过早饭一般都会回来吃的 顶着大雪 凌云从外面走了进来 娘的 一大早就不让人清静 怎么了 陈思南吃了一个饺子 开口问道 凌云耸了耸肩膀 还不是那个什么青城山 那个清明子被逐出师门了 清明子前辈 陈思南诧异地问了一句 凌云坐下 猛吃了几个饺子才回到 嗯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反正青城山最近几天都一直在闹呢 陈思南眉头一皱问道 他应该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 放心吧 凌云一边吃饭一边说道 就是被踢出青城山了而已 其他都没啥事 那就好 陈思南微微点头说道 对了 我和洛瑶商量了一下 过一段时间挑个良辰 几日就结婚了 凌云话音一落 陈思南和张晓菱都惊讶地看着他们两人 只见洛瑶脸色通红 微微低下了头 这么快 你们才认识多久啊 张晓菱不解地问道 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你们可要想清楚啊 有啥想不想清楚的 因为我的原因 洛瑶都被逐出师门了 我再怎么也得给他一个交代嘛 凌云说道 陈思南也没有想到两人居然都已经决定结婚了 在陈思南的潜意识里 还是觉得结婚要慎重 虽然这样想 但陈思南还是说道 那可真是要恭喜你了 嘿嘿 你和小林杰克也要抓紧啊 都谈了这么久了 也别拖了 凌云用胳膊肘捅了捅陈思南 陈思南闻言一愣 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张晓菱 这时候张晓菱也正好转过头来看着他 我们两个 还早吧 不急 张晓菱说道 张晓菱已经说明了意思 陈思南自然不再多说什么了 张晓菱看到陈思南的样子 咬了咬牙 我去看看还有没有饺子 说完 就走了出去 你瞅瞅你 惹小林姐生气了吧 凌云轻笑着说道 陈思南愣了愣 她也感觉到了张晓菱的心情貌似有点不好 不过关自己什么事 她生气我是看出来了 不过也不能说是我惹她生气的吧 陈思南汗言必说道 陈思南 你还真是不懂女孩子的心思 小林姐虽然嘴上说不想结婚 但是心里肯定想你开口啊 洛瑶在一边说道 你是说小林想结婚哥 可是如果她想 为什么不直接说啊 陈思南不解地问道 就连李若白都用剑柄敲了陈思南一下 我怎么就收了你这么个不通人情事故的呆子做徒弟 祖师爷知道 非得气死 李若白翻了个白眼说道 结婚这事 你见过有多少是女孩子提起的 第853章求婚 就是 你一个大男人就不知道主动点麻 洛瑶也是在一边说道 陈思南倒也不是想不到这个层面上来 只不过从小缺乏恋爱经验 心思根本没放在这上面来罢了 原来是这样 陈思南呢喃了一句 看了一眼在厨房忙碌的张小林 赶紧去哄哄吧 要不然我把我刚买的钻戒先借给你用用 凌云说道 陈思南站起来 钻戒就不必了 你送给洛瑶的 我抢过来算是个什么事 我自己去跟小林说清楚就行了 说着 陈思南就站起来 朝着厨房走去 在厨房里 张小林就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发愣 眼圈都有点泛红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有心事 陈思南走到他背后轻轻地说道 听到陈思南的声音 张小林才意识到了陈思南的到来 急忙站起来抹了一把眼泪 没啥 你看看你 怎么还哭了 陈思南伸手擦了擦张小林眼角的泪珠 张小林轻轻地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陈思南看到张小林这副样子 心中也是有一点的不忍 开口说道 小林 有什么事情 你就说出来吧 别憋在心里让自己难受了 听到这话 张小林塞帮子动了动 咬了咬牙齿说道 陈思南 你是不是嫌弃我 嫌弃你 怎么会呢 陈思南不由得一笑说道 那为什么 冯璇和风铃结婚了 凌云和洛瑶也快结婚了 你就一点不心急 张小林鼓起勇气说道 你肯定就是嫌弃我是个僵尸 不能给你生儿育女对吧 没事 你可以敞开了说 我张小林不是那种会纠缠着你的人 陈思南一直都清楚 张小林对自己僵尸的身份 很在意 但是却没有想到张小林会这样想 陈思南一把搂住了张小林 说什么傻话呢 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是因为我 我怎么可能会嫌弃你呢 陈思南 我要的是爱 不是你的感激 张小林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能确定你爱我 而不是因为我救了你才感激我 所以和我在一起的吗 我能确定 陈思南坚定地说道 我爱你 你不要乱想了 不就是结婚吗 等凌云他们两个结婚了 我们也结 咦 你说真的吗 张小林面对陈思南的这番话 喃喃问道 陈思南笑了一下 半退一步 单膝跪下 深情地拉着张小林的手说道 小林 我陈思南今天正式向你求婚 你愿意嫁给我吗 一番话说完 张小林的眼泪犹如绝体一般流下 愿意 我愿意 陈思南这才站起来 又是一把抱住了张小林 陈思南其实也不是不想和张小林结婚 当初纳得外国的红衣大主教 把陈思南拉入幻境之中 就是陈思南和张小林的结婚现场 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陈思南并不是如张小林所说的那样 嫌弃她是僵尸 而是因为十年之内将会到来的末日浩劫 陈思南知道自己是那个什么天选之人 末日浩劫来临之际 自己肯定是择无旁贷 没有退路可言 但是张小林就不一样了 如果张小林和自己绑在了一起 到了末日浩劫的时候 恐怕也是不能避免危险 之所以一直没有提结婚的事情 主要还是陈思南担心自己不能保护好张小林而已 若你瞅瞅我就说了陈师弟绝对要求婚 世俗你可说了记得请我吃饭 哎还以为他们两个能矜持点 当风势下人心不古这就私定终身了 我说你们两个就别给他们添乱了 最后一句自然是洛瑶的声音 三人居然在外面偷听 陈思南脸一黑 急忙放开了张小林 张小林也是急忙整理了一下衣服 说到底 两人内心都有些保守 林云 我要跟你决斗 陈思南大叫一声 演示了一下自己的尴尬 走了出去 好啊 来就来 几个月没活动一下筋骨了 林云甩了甩膀子说道 李若白瞪了两人一眼 大年初一的 闹什么闹 都给我老实点 不行 今天不能放过这个小子 陈思南一撸自己的袖子 就朝着林云扑了上去 两人也没有动见 就跟两个小孩一样 在雪地里面抱着打架了起来 本来陈思南感觉自己体格壮一点 和林云打架 自己肯定占优势 不过到后面 陈思南才发现自己错了 大错特错 林云这孙子一打起架来 全是阴招 什么猴子偷逃 踢当脚 总之全是下三路的功夫 林云 一个王八蛋 陈思南脸色紫青大喊了一声 可可 非礼物事 非礼物事 路遥转头就朝着屋子里跑了进去 实在是林云这个丢人或还是自己男朋友 差不多行了 也太过分了 李若白嘴角憋着笑说道 其实李若白看到林云和陈思南两人关系好 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毕竟一个是自己徒弟 一个是自己师兄的徒弟 更重要的是 这两个下一辈弟子的性格 跟自己和师兄的性格恰恰相反了过来 江青秋生性严谨 古板 收个徒弟却是如同火宝一般 而自己生性洒脱 收的徒弟却也是呆板得很 嘿嘿 下次可别惹师兄了 要不然师兄还教训你 明白了不 林云得意地扬起了头 美滋滋地说道 陈思南一张脸黑成了锅底 咬了咬牙没说话 对了 你们既然都决定结婚了 日子定了没 李若白开口问道 陈思南和林云摇了摇头 没定呢 这种事情 也不能自己看日子啊 虽然陈思南和林云两人都会看一些良辰吉日 但是算命不能给自己算 不然绝对不准 嗯 这日子我看也有点不合适 到时候请闭云飞看一下吧 李若白开口说道 日子不重要 主要是地点 我想你们回明山办婚礼 你们怎么看 第854张张伴先被带走 回明山办婚礼 你不是开玩笑吧 林云满头黑县地说道 师叔 你又不是不知道明山是个什么地方 那对应的可是鬼城 在哪里办婚礼 有点不吉利吧 李若白白了林云一眼 办婚礼的地方 有什么吉利不吉利一说 又不是让你们在坟头上拜堂 别说林云这个师职了 就算是陈思南这个土地 也有了一些意见 师父 虽然在明山办婚礼 没有什么不吉利的 但是为什么非要回明山啊 唉 其实也是想让明山热闹一点罢了 师父一个人 不知道在明山孤苦了多少年 前段时间师兄的死 恐怕师父也是伤心得很 我也没有其他意思 就是想让师父高兴一下 李若白一番话说下来 陈思南和林云也说不出什么拒绝的话了 陈思南转头看了张晓玲一眼 晓玲 你感觉呢 嫁夫随夫 嫁狗随狗 你拿主意就行了 我没意见 张晓玲也是个懂得分寸的人 自然不会拒绝 林云也是干笑了一下 我跟洛瑶商量一下 要是他没有意见的话 那就这么定了吧 嘿嘿 在鬼城结婚 想想恐怕是第一个呢 林云走进屋子里以后 陈思南对李若白问道 师父 既然你挂念着师祖 为什么不回去看看他呢 李若白沉默了半嗓 摇了摇头 师兄在外生死 我若是不能帮他报了仇 又有什么颜面去见师父 那我们结婚 你也不去 陈思南惊讶地问道 李若白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去 总有一天 我会提着那鹏魔王的头 亲自回到明山 给师父一个交代 陈思南略有一点失望 自己结婚的场面 如果李若白不在 那也确实缺少了一些东西 李若白看陈思南的表情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轻轻地拍了一下陈思南的头 行了 也多想了 反正你们去明山 也就是让你师祖做个见证 给他添点喜气 等你们从明山回来 再好好操办一场婚礼不就行了 陈思南点了点头 李若白说的也有道理 自己和林云两人结婚 肯定地请一些关系好的朋友喝酒 但是总不可能把那些亲朋好友权 带到明山去吧 只有等在明山那边弄完了 再回来补上了 行 到时候正好经过成都 也给小林他爸说一下 总不可能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让他还蒙在鼓里吧 陈思南道 嗯 你们准备准备 早点出发吧 李若白摇头晃脑地走到了院子中央 继续练剑了起来 陈思南四人收拾了一下东西 就从这个四合院偷偷地溜达了出去 主要是林云的门主身份 让他根本不可能到处乱跑 陈思南本来让他去给碧云飞说一下 毕竟结婚是大事 碧云飞也不可能不放他走 但是林云怕被唠叨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偷摸溜走了 只给碧云飞留了一封信 只是交代了一下自己不在的期间 六扇门一切事物由碧云飞代劳 还好现在六扇门的两个副门主已经不在了 林云走的倒也没有后顾之忧 当初何守正在天牢神秘死亡之后 林云刚想下命令 说何守正是被冤枉的 真正对他下手的人是陶玉 不过命令还没有传达下去 陶玉的辞职信就摆在了他的面前 信里面的大致意思也就是身体不适 想回老家安享晚年云云 见到陶玉事项 林云也就放了他一马 成都市火车站 从京都市来的动车停稳 陈思南四人从火车站走了出来 林云 你和洛瑶先去冯玄哪里吧 我和小林先回去找他吧 林云贴了一眼陈思南 我们和你一起吧 冯玄哪里我可找不到路 你可给我滚犊子吧 当时你拉我一起去找洛瑶的时候 你一个人是怎么找过来的 陈思南鄙视地看了林云一眼 这小子真的撒谎都不带脸红气喘的 林云甘笑了一声 那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你可别添乱了 我们就去冯玄大哥他们那里等等吧 洛瑶在一边说道 林云这人死皮赖脸 发起破来 谁的话都不听 不过洛瑶的话 他倒是能够听进去 那行 陈思南 你可别让我等太久 就这样 才把林云打发了 陈思南和林云说话的时候 张晓菱就走到了一边 给张半仙打着电话 直到这时候才走了过来 怎么样 张半仙现在在哪里 陈思南问道 不知道 电话没人接 张晓菱耸了耸肩膀说道 陈思南皱了皱眉头 没人接 我们先回你家看看吧 嗯 两人说着 就打了个车赶到了桶子楼 张半仙这家伙 一点都不知道持家 赚这么多钱 也不知道留点钱给自己养老 陈思南看着这个桶子楼 嘀咕道 想起了当初自己和张半仙第一次见面 张半仙告诉自己 他的钱都让一个女人给骗了 当初张半仙告诉陈思南的时候 肯定也没有想到这家伙最后会成为自己的女婿 陈思南自然也不可能把张半仙的这些事情告诉张晓菱 不过张晓菱确实摇了摇头 我老爸不是没钱 只不过钱都花到我身上了而已 你以为我在国外留学的钱是谁给争的 陈思南一愣 张晓菱不说 自己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难道张半仙的钱 不是拿去愣了 两人说着 就走到了桶子楼下面 一个中年妇女正在门口晾着衣服 看到张晓菱和陈思南回来 也是放下手里的衣服急忙走了过来 王阿姨 张晓菱有礼貌地说道 王阿姨开口说道 晓菱 你怎么才回来啊 赶紧去找你爸爸 我爸 我爸怎么了 张晓菱诧异地问道 哎 据说是欠了高利贷 前几天让人给带走了 都过去好几天了 也没个性 王阿姨说道 被高利贷的人给带走了 张晓菱的脸色大变 王阿姨 你报警了没 第855张舌野 张晓菱从小就是在这桶子楼里长大的 街坊四菱都很熟 王阿姨点头说道 我哪能不报警啊 可是人家远景同志来看了半天 一点线索都没有 多谢王阿姨 我们知道了 陈思南在一边说道 行 你们既然回来了 就赶紧去找找吧 大把年纪了 别出点啥事 王阿姨走后 张晓菱召集地问道 怎么办啊 我爹那的人怎么会惹上高利贷啊 陈思南也是微微皱着眉头 你先别急 我给周局长打个电话问问 电话很快就拨通了 喂 陈思南 有什么事吗 陈思南也不知道张半仙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也没心思和周局长扯独自 都这么熟了 直奔主提到周局长 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帮忙 找我帮忙 周局长了呵呵的一笑 什么事情啊 是这样的 陈思南把张半仙被高利贷的人带走的事情给周局长说了一遍 周局长在电话那头点头说道 等一下 我让人问问 说完 电话那边就没声音了 陈思南也没有挂断 就这么等着 一分钟左右 周局长才拿起电话 弄清楚了 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 不过到底是谁干的 我们这边也不清楚 陈思南也理解 毕竟周局长也不是万能的 当时来的人都没有查到线索 这么一会的功夫 周局长当然也不可能找出来 周局长 你能不能查到这附近有谁在借高利贷 陈思南问道 周局长道 有一些道士知道 不过你也清楚 我们办事情 是需要讲究证据的 很多时候证据不足 也拿那些人没办法 陈思南笑了笑 没事 你们需要证据 我可不要 把那些人的地址发给我就行了 周局长听到陈思南的话 也能知道这个小子想干什么 只不过也没有阻止 反而是配合地 把那群借高利贷的地址 发给了陈思南 要知道 周局长对于那些人也是痛恶至极 不过就像他之前所说的那般 很多事情要讲证据 没有抓到明确的证据 即便是他 也拿这些人没有丝毫办法 如果陈思南能去给这群人一些教训 对周局长来说自然是好事 怎么样 周局长也不知道吗 张晓菱见陈思南挂了电话 才开口问道 陈思南看着发到自己手机上的地址 笑了笑 没事 只是有些事情周局长不好出面处理 我们自己去接你爸爸回家 张晓菱一听 也知道了陈思南的意思 周局长所发的地方 倒也不远 就在这筒字楼前面不远处 陈思南虽然不是很熟 不过张晓菱却是从小在这里玩大的 对于周围了解得很 自然能够找到地方 很快 两人就出现在了一个厂房外面 这个厂房里面激起轰鸣 也不知道究竟在干什么 门口还有两个人蹲在地上抽着烟 看两人的装扮卖箱 就不是什么好人 陈思南也没有犹豫 直接走了过去 站住 什么人 陈思南开口说道 找人的 找人 看门的两人上下打亮了一下陈思南和张晓菱 好一会才说道 在门口等着 我进去说一声 还挺专业 陈思南笑着对张晓菱说道 虽然陈思南在阴阳界之中 算不上什么顶尖的高手 但是世俗的普通人 想对他造成威胁 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对于这些人 陈思南也确实是没放在心上 张晓菱确实扳着一张脸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笑呢 放心吧 没事的 陈思南拍了拍张晓菱的肩膀 其实陈思南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也不过是想减轻张晓菱心里的紧张情绪罢了 不一会 仓房门口打开 一个脖子上戴着金项链的男子走了出来 这男子长得浓眉大眼 眉宇之中倒也带着一股兄弟之色 你们两个 是带钱来熟人的 这男子也是大量了一下陈思南和张晓菱一眼 开口问道 陈思南笑了笑说道 不知怎么称呼 叫我蛇爷就行了 蛇爷 陈思南倾笑一声 也不跟你们多说废话了 把张半仙放出来 人我们要带走 带走人没问题啊 主要是钱你们带来了吗 蛇爷手上拿出一把匕首把玩了起来 他话音一落 厂房里面瞬间冲出了十几个混混 每一个手上都是拿着打架利器 钢管 呵 看着架势 今天我们两个要是拿不出钱 也走不了了呗 陈思南看了看周围 张半仙欠你们多少钱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简单 张半仙利滚利 总共欠我们五十万 我今天就把话料在这 拿出来钱 一切好说 要是拿不出钱 哼哼 扯爷一脸阴沉地说道 啥玩意 五十万 陈思南虽然对钱没有多大的概念 但是也知道五十万这个数目对于张半仙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到底干啥去了能欠人家五十万 怎么了 这句白纸黑字的写着呢 想外账不成 陈思南深吸了一口气才冷静了下来 没问题 五就是五十万麻 我要先看人 只要人没事 钱一定到位 扯爷听到陈思南答应得这么痛快 心里也是有点怀疑 不过随后一想 自己厂房里面几十号兄弟 等会这小子拿不出钱来 再慢慢收拾他 想到了这里 扯爷的心里也安定了下来 想看人是吧 跟我进来吧 说着就在前面带路 陈思南和张晓玲两人走进了厂房 只见里面有一台巨大的水泥机搅拌正在搅拌着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外面的十几人和里面的人加在一起 恐怕有四五十人 此时这些人都是一脸冷笑地看着陈思南 陈思南倒是无所谓 看就看呗 耸了耸肩旁也没在意 跟着那蛇爷走到了厂房中央 有一个小屋子 蛇爷打开了门 陈思南和张晓玲才看到了张半仙 第八百五十六张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此时的张半仙 哪还有一点算命时候的那股先锋到股模样 瘦弱的上身一件衣服没穿 被吊在吊扇上 身上伤痕累累 凄惨无比 爸 张晓玲看到这 顿时大叫一声冲了过去 舍爷旁边的人伸手一揽 给我滚开 张晓玲发飙的大吼道 陈思南看到张半仙这幅惨状 也是生气 不过却也压制住了 对蛇爷说道 不让我们看看人的好坏 就想我们给你们钱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让他过去 蛇爷一挥手 让那小弟撤了回来 在蛇爷的眼里 陈思南和张晓玲两人到了厂房里面 那就是砧板上的肉 想怎么收拾 不都是看自己心情麻 所以也就没有在意 张晓玲猛然跃起 一个手刀拍断了吊着张半仙的绳索 将张半仙抱住 轻轻地放到了地上 爸 你醒醒啊 张晓玲着急地叫道 小 晓玲 你怎么来了 张半仙神色恍惚地说道 张晓玲咬了咬牙道 老爸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和高利贷扯上关系的 还欠了五十万 没 我没借那么多 我就借了五千块钱做生活费 哪知道他们在戒条上做了手脚 张半仙无力地叫道 呵呵 笑话 我舌爷在附近做生意 最讲究幸运二次 我会坑你 舌爷冷笑一声 从包里摸出一张戒条来 陈思南定睛一看 那戒条没什么问题 不过张半仙确实忽略了一个细节 戒钱的数字 居然是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的 要知道 一般戒句之类的东西 在填写数位的时候 都会用中国汉字写 用阿拉伯数字 人家想在后面填多少个灵布 都是人家说了算麻 戒条是没问题 不过人又问题 陈思南摇了摇头 张晓玲摇了咬牙 把张半仙背在了背上 老爸 我带你回家 想带人走没问题 钱呢 舌爷一把将匕首插在了墙上 威胁地好道 现在还钱 天经地义 如果就这样让你们把人带走了 以后我舌爷还怎么在这一天做生意 恕我直言 你这个坑人的生意 还是别做下去了 要不然也是伤天害理 以后死了是会下十八层地狱的 陈思南拍了拍舌爷的肩膀说道 有喝 还敢威胁我 我倒要看看 经个是谁下地 阿舌爷话还没有说完 就感觉到自己的肚子传来一阵剧痛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有时候人多 可是没用的哟 陈思南捏了捏自己的拳头 发出一声声脆响 说道 舌爷捂着自己的肚子 感觉自己的肠子发出一阵又一阵的脚痛 让他痛苦无比 他不知道的是 这也就是陈思南没抱着杀人的念头 要不然陈思南刚才那一拳 就可以直接把他开膛破肚 咦 你们还愣住干 干什么 给我上 舌爷忍着肚子发出的剧痛 大声喊道 厂房里面的人左右看了一下 也全都拿着武器冲了上来 小心点 陈思南只留下一句话 就冲在了前面 陈思南在龙虎山历练的时候 经过调水劈柴这种 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训练之后 拳脚早就已经不是这些普通人可以比你的了 陈思南倒是没有拔剑 主要还是不想因为一些普通人的事情就展开屠杀 不过单单只是使用拳脚功夫 就让这些人抵挡不住了 陈思南犹如一辆坦克 在人群之中碾压一般 根本没有人可以挡得住他一步 这些小弟虽然都是小混混 也都不傻 看到陈思南如此勇猛 也没人想跟他硬刚 都是眼神瞄准了陈思南身后的张晓菱 不少人更是集中朝着张晓菱冲去 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张晓菱一介女流之辈 再加上他背着一个张半仙 很容易被人当成是随意捏扁的软柿子 也不是这些人没有眼光 不过他们的运气不是太好而已 张晓菱的拳脚功夫 比起陈思南来说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毕竟陈思南最主要的还是使用无名剑爵和各种倒数 拳脚功夫只是辅助 但是张晓菱就不一样了 将尸之体本就是速度与力量的代名词 再加上张半仙在这里受的伤 张晓菱心中愤恨 每一级都是全力出手 被陈思南打翻的小弟 基本上都是手脚疼痛 失去了行动能力 但是遇上张晓菱的 至少也是个骨折的下场 妈的 这两个到底是不是人啊 这么能打 侄爷在一边微微战斗 看着陈思南和张晓菱的表现 惊讶的都让他暂时忘记了疼痛 看了一会后 蛇爷才反应了过来 急忙拿出了电话拨打了过去 喂 小蛇 什么事 虎哥 你赶紧来看看吧 我这里出事了 有两个人来砸场子 蛇爷焦急地说道 砸场子 两个人 小蛇 你是在逗我玩呢 还是在逗我玩呢 我哪敢逗虎哥你啊 我说的是真的 你要是再不过来 小弟我就被人打死了 蛇爷害怕地说道 奶奶的 这排不打了 小蛇那边出了点事 都跟我过去看一下 电话那头响起了虎哥的声音 蛇爷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虎哥在道上 可是已能打出名的 有他在 这两个人肯定跑不了 虽然这样想 不过耳边听到自己小弟的哀嚎声 蛇爷心里一紧说道 虎哥 记得多带点人 五分钟之内赶到 你记住把闹事的人看好了 别让他们给跑了 虎哥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蛇爷心里除了无奈 还是无奈 看着陈思南和张晓琳 心想到还别让他们跑了 要是他们两个要走 自己能拦得住吗 一场战斗 也不过三分钟的时间 整个工厂里面 已经没有一个能站得起来的人 基本上全都躺在地上安嚎着 陈思南微微摇头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走吧 赶紧回去个张半仙治疗 第857章凡是讲证据 就在陈思南和张晓琳 走到厂房大门口的时候 身后却是响起了一个叫声 给我站住 陈思南回头一看 只见那蛇爷站在原地 叫得很有气势 不过发颤的双腿 却是曝露了他心中的害怕 陈思南诧异了一下 刚才这孙子耸的一批 现在怎么就硬起来了 怎么 还想动手 陈思南问道 本来陈思南都想给 这个家伙一点教训的 不过谁想到这蛇爷 确实挤出一个笑脸 我哪敢啊 这不是欠条你们忘了带走吗 我好心提醒你们一下 陈思南心中暗笑 这个家伙还真是懂事 虽然这个欠条 收不收回来都无所谓 毕竟有了今天这一幕 陈思南相信这蛇爷 也不敢再找张半仙的麻烦了 不过他既然说起来了 陈思南也感觉欠条 还是收回来比较好 蛇爷导演没有耍什么把戏 老老实实地把欠条 递给了陈思南 陈思南拿起欠条 看也没看 直接撕毁了 欠你们的五千块钱 就算是医药费了 以后要是再让我知道你们找张半仙的麻烦 可就不是断手断脚这么简单了 张晓玲背着张半仙一脸凶悍地说道 蛇爷笑着说道 那是 那是 以前不是不知道半仙也有你们二位这背景吗 要是早知道 再借给我一个胆 我也不敢啊 就在这时候 厂房的大门口 却是被人推开了 人还没到 陈思南就看到一个猎枪的枪头从厂房冒了出来 什么狗屁背景 在我黑虎的地盘 是龙 你的给我盘着 是虎 你的给我握着 到这时候 蛇爷的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那一双小腿也不抖了 马溜的就跑了过去 黑虎哥 你可总算是来了 你要是再不来 小蛇我的命就保不住了 突然的反转 让陈思南有点没有意料到 这个蛇爷刚才居然是想拖延时间 在黑洞洞的枪口下 陈思南皱起了眉头 他再能打 也只是凡人 不是神仙 一颗花生米 他也吃不消 往厂房外面一看 起码上百号人 带头的黑虎手上拿着一把自制猎枪 戴着一只墨镜 一件雕皮披风披在身后 嘴上叼着大雪茄 威风无比 看到黑虎的样子 陈思南愣了愣 这不是蔡建明的纳德干儿子吗 上次在地天大酒店的时候 因为苏小月 几人甚至大打出手了一次 在看到陈思南以后 黑虎也是把墨镜栽了下来 小心地问道 陈 陈先生 还记得我呢 陈思南回道 黑虎哪能忘了啊 当时自己和陈思南发生了过节之后 蔡建明把陈思南帮他处理失妖的事情 都告诉了黑虎 对于蔡建明和黑虎这样的普通人来说 陈思南的手段 简直就是神仙下凡了 甚至黑虎都担心陈思南因为自己帮蔡东调戏苏小月的事情怀恨在心 被自己下黑手 他是蔡建明的干儿子 也是知晓阴阳界里面的人 想要对付普通人 简直是在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还好的是他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陈先生倒是个大度的人 并没有跟自己计较 黑虎哥 你和这小子认识 舍爷在一边纳闷地说道 随即一想 这小子和黑虎哥都那么能打 也有可能是黑虎哥的好朋友 既然他和黑虎哥你认识 那这次事情就算了 不过我手底下这些兄弟的医药费 可一分不能少 舍爷郁闷地说道 打伤自己手下的这个小子居然和自己老大认识 啪 一声脆响 舍爷被抽得转了几个圈才停下 脸上五根红通通的手指印 黑虎在普通人里面 伸手着实不凡 一巴掌就将舍爷抽得晕头转向 舍爷好一阵才缓过进来 老大 你打我干什么 一个有眼不是泰山的东西 居然敢招惹陈先生 打你都是轻的 黑虎破口大骂道 幸不幸老子一枪帮了你 说着 黑虎端起猎枪就对准了舍爷 这一幕弄得黑虎身后不知情的小弟都懵逼了 不是说好来支援舍爷的吗 怎么还动起手来了 其实黑虎也是心里有苦说不出 早知道舍爷招惹的是陈思南 他怎么也不会过来烫这趟浑水 要是被陈思南惦记上了 怕是小命都保不住了 陈思南要是知道黑虎的想法 估计也是苦笑不止 自己这么正道的一个人居然被黑虎和阴阳界那些邪门歪道看成是一秋之河了 老老大你不是玩真的吧 舍爷咽了咽口水 一脸紧张地说道 头上顶着枪口 说不害怕的 都是扯犊子的 舍爷虽然也感觉黑虎不会杀了自己 但是抢着东西 谁说的好 万一老天爷跟自己开个玩笑 走个火什么的 跪下 给陈先生道歉 黑虎骂道 舍爷倒也是一个是食物的人 看到黑虎的表现就清楚 这个小子要么和黑虎交情匪浅 要么就是个背景深厚的人 不管是哪一种 都不是现在的自己能够招惹得起的 男子汉大丈夫 不就是跪一下麻 当初韩信还给人家钻裤当子呢 等过了今天 有的是报酬的机会 想到这里 舍爷就是双腿一软 直接跪下 陈先生 我错了 请原谅我 不过跪到一半 舍爷就感觉自己迎面一阵风吹过来 他怎么也跪不下去 下跪就免了 陈思南冷笑一声 道歉什么虚头巴脑的话 我也懒得听 陈先生这是原谅我了 舍爷经过刚才那一阵怪风 也是感觉有些不对 急忙挤出一张笑脸说道 陈思南摇了摇头 本来只是给你们一点教训的 不过你既然不老实想坑我 那就不能怪我了 陈 陈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舍爷咽了烟口水问道 陈思南看了黑虎一眼说道 黑虎 作为一个华夏的良好公民 在发现了有人私下弄高利贷 该怎么办 黑虎琢磨了一下 陈先生 我明白该怎么办了 你们两个 把小蛇给我扔到派出所去 对了 别忘了把他的账单带上 凡是要讲个证据 第858章急诊 虎哥 不要啊 我这么多年忠心耿耿 你为了个外人竟然这样对我 舍爷大骂了起来 带走 黑虎皱着眉头坚定地说道 死到有不死平道的道理 他们这些在道上混的 可比谁都清楚 见到黑虎执意如此 舍爷也破罐子破摔了 黑虎 你他娘的别忘了 我那账单上面 给你的钱也不少 我要是进去了 你也脱不了干系 一 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黑虎一拍脑门对两个小弟交代道 记得账本处理一下 该消失的东西就别留下 知道吗 放心吧 虎哥 有经验 两个小弟讨好地说道 陈思南看着哀嚎着被带走的舍爷 微微摇头 其实他本来也没打算把舍爷送到派出所去 主要还是关心张半仙的伤 但是这个舍爷居然联系了人 想要因自己一把 如果自己不把这个舍爷的事情处理好 恐怕张半仙以后在成都 还会有更多的麻烦事 陈先生 让你受惊了 真是的 回成都也不知道给我干爹打个电话 我们也好白酒欢迎你一下 黑虎走上来笑着说道 陈思南摆了摆手 没必要这么麻烦 就是回来办点事 没想到我未来岳父发生了这种事情 唉 都是我欲下不言 早就说了多少遍 让他们别搞这些别搞这些 就是不听 等我回去以后 一定严查 黑虎一脸自责地说道 陈思南又不是傻子 黑虎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心里也有数 只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 这个黑虎这么讨好 陈思南也找不到理由对付他 废话就别说了 先去医院看看 陈思南道 对对 黑虎急忙叫道 司机 赶紧把我的车开过来 送叔叔去医院 看他那样子 感觉比陈思南还着急 陈思南也没说什么 有现成的车座 干嘛非得麻烦自己去打车 风风火火的 很快就到了医院 医院急诊科 值班医生正趴在桌子上睡觉 黑虎直接走过去 猛地一拍他的桌子 赶紧给老子起来 有人看病 那医生也被吓了一下 你谁呀 有病吧 这么大声 能看得出来 这医生午睡被打扰了 心情有些不好 医生 情况紧急 不好意思了 陈思南倒是有礼貌地说道 不过这医生对于陈思南的礼貌说话 并没有领情 反倒是冷恒医生 瞥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张半仙说道 急诊科 急诊科 是给那些需要紧急治病的病人用的 不是随便一个人就抬到急诊科来的 这就是一点皮外伤 你们去门诊吧 医生 麻烦你通融一下 他都昏迷过去了 陈思南皱着眉头耐心地说道 陈先生 不用跟着王八独自客气 黑虎说了一声 大手一挥 一个巴掌拍到了这医生的脸上 我今天就老实告诉你 这病人 你是治也得治 不治 呵呵 你的想清楚后果 陈思南也没想到这黑虎小脾气这么爆 在这医院打人 那医生的门牙都掉了两颗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我就不幸还没王法了 小力 给我报警 把他们都抓起来 医生对着外面的护士叫道 那护士还没来得及报警 就被门口黑虎的小弟给架住了 那你的意思 就是不想治歌 黑虎沉声问道 陈思南眉头一皱 虽然这个医生的样子 自己也看不顺眼 不过这里毕竟是医院 哪能让这黑虎闹事 黑虎 别瞎闹 这是医院 陈思南提醒了医生 黑虎笑了笑 陈先生放心吧 大家都是文明人 他不治就算了呗 半边脸肿起来的医生心里一阵大骂 你呀一上来就动手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文明人 不过黑虎导演没有继续动手了 只是拿出了一个电话打了过去说道 黄院长 你这个院长还想不想做了 要是不想做了 你给我黑虎一个痛快话 我在你们急诊科等你 这急诊科此时围观看热闹的人不少 不医会 外面就有一个穿着白大褂一头银发的老头 急急忙忙地挤了进来 这人就是医院的黄院长 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无论做什么生意的 如果得罪了地头蛇 生意一般都不会好过 黑虎就是一个彻头彻脑的地头蛇 更重要的是 黑虎是蔡建明的干儿子 而这个医院 就是蔡建明投资的 如果真惹到了黑虎 把他院长的位置给弄下去 还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黑虎 你看你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 黄院长挤进人群 展露出一张笑脸说道 黑虎码着一张脸 一点好脸色没给他 黄院长 我干爹投资这医院 意思可是要你麻你悬壶济市 你在急诊科摆这么个玩意 是个什么意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黄院长对那值班医生问道 那值班医生还没开口 黑虎就直接说道 也没什么 我叔叔受了点伤 想要来治病 这家伙说什么也不给治 你说医院不治病人 是个什么道理 黄院长咬了咬牙 瞪了那值班医生一眼 你是怎么回事 给我写检讨 发一个月的工资 是 是 我一定检讨 值班医生也是很是实物地说道 其实他们医生这的行业 又有多少是靠那一点死工资吃饭的 大多数都是靠着一些灰色收入争钱 嘿 黄院长 你在这里忽悠傻子呢 黑虎轻笑一声道 要么让他滚蛋 要么你和他一起滚蛋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黄院长果断地说道 陈思南缓缓摇头 有很多事情 让黑虎这样的人帮忙办 真的是不知道方便了多少 要是自己来 恐怕也只能受点气 总不可能拿剑架在医生的脖子上 让他给病人治疗吧 黑虎 这下您满意了吧 黄院长说道 黑虎点了点头 这还差不多 麻溜的 给我叔叔治病去 要是出了点什么意外 我第一个砍死你 第859章回去 这黄院长自然是不敢推辞 急忙亲自推着车把张半仙送进了手术室 其实那被开除的急诊医生说的也没什么错 张半仙虽然浑身是伤 看起来凄惨 不过却也都是皮外伤 陈思南他们在手术室外面等着 不到一个小时 手术室的门就打开了 那黄院长取下口罩 一脸笑容地说道 手术顺利 病人很快就会没事了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 陈思南问道 黄院长见陈思南虽然是和黑虎一起来的 不过却也不像那的大老粗一样 说话挺有礼貌 也是有些好感 嗯 进去看看可以 不过最好人不要太多了 虽然病人的伤不是很严重 不过被饿了好几天 这时候正给他输葡萄糖呢 不要太吵闹了 多谢院长陈思南说完 给张晓玲使了个眼神 让他和自己一起进去 两人走到手术室里面 只见张半仙躺在病床上 身上包扎了不少的白色的纱布 虽然看起来虚弱 不过也睁开眼睛看着他们俩 即便如此 看到张晓玲以后 张半仙也还是挤出一丝笑容来说道 晓玲 你回来了啊 老爸 你到底什么地方急着用钱 居然和那帮借高利贷的扯上关系了 张晓玲关心地说道 张半仙苦笑一声 这不是手头一点紧就找他们借了点生活费吗 手头紧 老爸 你当初和饶文婷合作的时候 可没少挣钱吧 不至于大富大贵 但是温饱还是没问题的吧 怎么突然之间会缺纳五千块钱 张晓玲不解地说道 陈思南一听张晓玲的话 想了想 当初张半仙和饶文婷一起合作的时候 那算命馆的生意 可以说红火的不得了 花柳街的姑娘们每天排着队让张半仙摸骨算命 别提了 那些钱都买房子去了 张半仙苦笑了一下 前段时间不是眼瞅着有一个楼盘开卖麻 地理位置还不错 主要是价格便宜 我手上的钱刚好够 就买了一套 你突然买房子干啥啊 张晓玲问道 张半仙白了张晓玲一眼 你们两个也老大不小了 到了结婚年龄 要是结婚了 手里没套房子 以后住哪里 可怜天下父母心 张半仙虽然是个江湖骗子 但是对自己唯一的女儿还是很好的 可谓是处处为他着想 听到张半仙竟然拿出全部身家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 张晓玲的眼泪了流了下来 即便是站在一边的陈思南 也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在他们这边的习俗 女孩嫁过来 都是男方买婚房 不过陈思南这个人向来对钱没什么概念 再说了 他没事就东奔西跑 也没个安定的念头 所以也没想过房子的事情 谁想到张半仙倒是给自己和张晓玲都买好了 为了买这个房子 还遭了这么大的罪 让陈思南一个男人 怎么好意思 张半仙 我和小玲自己的房子 我们自己争 陈思南狄姑弟说道 张半仙瞅了陈思南一眼 开口说道 算了吧 就你小子 我给自己女儿陪嫁一套房子不行吗 陪嫁一套房子 在这边一些有钱人家来说 还真是很常见的事情 不过那也是有钱人家的事情啊 你把自己全部身家头进来又叫个什么事 陈思南母语了 不过却也没有开口顶嘴 每一个当爹的都希望在自己的子女面前表现出一副很厉害的样子 张半仙自然也不例外 陈先生 有时间吗 还请出来一叙 手术室外面响起了蔡建明的声音来 陈思南看了一眼 只见蔡建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过来了 毕竟刚才黑胡也帮了自己不小的忙 人家过来看看自己 也没有不见的理由 我先出去一下 陈思南说完 就走了出去 张半仙看着陈思南的背影 撇了撇嘴 小声地对张晓玲说道 丫头 这臭小子就没提过取你的事情啊 会不会嫌弃你 张半仙下面的话也没接着说下去 张晓玲也能猜到她想说什么 无非就是担心陈思南嫌弃自己是一只僵尸 张晓玲脸微微一红 没有 其实我们这次回来 就是想跟你说说结婚的事情 妇女两人在手术室里面闲聊 陈思南已经走到了手术室外面抱拳 对蔡建明说道 多谢蔡老板了 陈思南并不知道黑虎对自己的帮助是害怕自己 反倒以为是因为蔡建明的面子 蔡建明笑了笑 陈先生说那些就有些见外了 如果不是陈先生当初仗义相救 恐怕蔡某现在已经奔赴皇权了 陈思南笑了笑 摇头说道 小事而已 不值一提 不知陈先生回来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吗 蔡某不才 不过在这一某三分地 还是能说得上话的 蔡建明说道 对于陈思南这样的能人意识 他自然也是有心结交 毕竟如同上次那样人力不可抗的事件 谁知道下次会不会再发生 陈思南摇了摇头 这倒是不必了 我回来只不过半点私事罢了 对了 能不能问问 病人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蔡建明这个大老板来了 黄院长自然在他身边陪着 此时听到陈思南开口问了 黄院长也才说道 其实他本来就只是一些皮外伤 包扎处理了就行了 只要等他有力气了 随时都可以出院 没力气你们背也能把他背走 其实按照医院的信 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 病人不住个院观察一段时间 是别想走的 只不过这黄院长也清楚什么人能坑 什么人不能坑 陈先生是准备让病人出院吗 蔡建明说道 不然我开车送你们回去吧 嗯 行 陈思南也没拒绝 陈思南回头走进屋子里 只见张晓菱和张半仙正在说着什么 顿时干咳了一声 打断了两人的谈话才说道 张半仙 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去再说吧 第860章我要开店 也对 医院这地方 贼坑 特别是这种私人医院 还是回去吧 别花这冤枉钱了 张半仙说着就走下了手术台 直接拔掉了纳输液管 几人跟着蔡建明一起走出了医院 在楼下一辆家常的商务轿车停稳 张半仙砸巴了一下嘴 看着蔡建明的模样 做出思索的样子 哎 你不是那个谁吗 经常上报纸的那个 我是蔡建明 蔡建明也没有摆什么架子 温和地笑着说道 看到自己老爹一副图老帽的样子 张晓菱推了他一下 上车巴你 话这么多 其实也不能怪张半仙惊讶 实际上蔡建明的生意在整个成都都做得很大 房地产 餐饮 服装 各行各业都能有他的身影 在本地也算得上一个名人了 蔡建明坐在副驾驶 陈思南三人都坐在后座 陈思南和张晓菱还好 到时张半仙各种打量着车里的内侍问道 蔡老板你生意做这么大一年能征多少钱啊 不多几个亿吧 蔡建明含糊地说道 张半仙眉头一挑几个亿 蔡老板听说你各行各业都在涉及 不知道对算命馆之类的有没有兴趣啊 算命馆蔡建明眉头微微一皱 你指的是就是你投资一个算命馆 然后我来操办 利润麻 我只要两层你看怎么样 张半仙眼神发着光 陈思南坐在一边暗自好笑 怕是张半仙还在围绕文凭的事情怂气 想要弄个算命馆一雪前耻 不想不到先生还会算命 蔡建明诧异了一下 这个人看起来也没什么过人之处 不过随即一想 此人和陈先生的关系不错 甚至连这个陈先生都要叫他一生半仙 恐怕其真有点过人之处也说不定呢 略懂 略懂 张半仙呵呵笑着 蔡老板 你别听我爸胡说八道 拿什么算命馆之类的事情就算了 你别放在心上 张小林倒是在一边说道 没事 这怎么能说是胡说八道呢 不就投资一个算命馆麻 小意思 蔡建明轻声说道 只不过这个利润分配有些问题 张半仙闻言 咬了咬牙 这样啊 那我只要一成利润 其他九成都归你 你看怎么样 不不不 投资一个算命馆 对蔡某来说 不过是小时一桩 我的意思是 五五分成 你看如何 蔡建明笑着说道 爽快 张半仙高兴的一拍大腿 不愧是做大生意的人 就是不一样 那么算命馆在那的位置开 比较好呢 蔡建明道 张半仙略做沉思状 才说道 我掐指一算 在花柳揭开 一定大红大火 陈思南听到这 翻了个白眼 果然是想和饶文平打雷台了 不过说起来 饶文平自从被棚魔王打伤回来疗伤以后 陈思南也没再见过他了 不一会 车就开到了桶子楼下面 你们就住在这里啊 陈先生 要不要我另外给你们安排一个地方 蔡建明问道 张半仙满面红光 哪里还有之前刚救出来时候那副萎靡的样子 他刚想答应 陈思南却说道 不用了 住在这里住习惯了 那你们先休息吧 我就不打扰了 蔡建明说道 蔡老板慢走 没事过来玩 咱们好好谈谈合作的细节 张半仙热情地打着招呼 蔡建明挥了挥手 一定一定住在桶子楼的 大多数都是穷人 什么时候见过好车开到这里来 蔡建明的车停在楼下 就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哟 那不是张神棍吗 不是说被高利贷的人给抓走了吗 就是啊 那天我们亲眼看见的啊 一群大妈大审聚在一起对着张半仙指指点点 张半仙插着腰骂道 抓 抓个屁 人家是请我去谈大生意的 你们一群头发长见识短的家伙 再敢风言风语 小心地割了你们的舌头 别说是沉思难了 就算是张晓菱被自己这个老爹也是无语了 赶紧回家吧 别丢人了 张晓菱无语地说道 说完也不管张半仙的反应 直接拉着他就回到了屋子里 屋子还是那个熟悉的屋子 脏乱差的特点是一点都没有改 张晓菱眉头一根黑线 老爹 你就不知道注意一下个人卫生吗 张半仙尴尬地笑了一下 我多讲究的一个人啊 肯定是那个混蛋成我不在 跑到家里搞破坏 别让我给带住了 要不然绕不了他 到底是谁做的 在屋子里的三人心里都清楚得很 张晓菱刚想发火 张半仙就大叫一句 哎哟 疼啊 小林你帮我看看是不是伤口裂开了 张半仙这么一闹 张晓菱也发不起来火了 行了 别装了 我给你收拾屋子去 说着张晓菱就到厕所拿工具打扫了 张半仙潇洒地坐到了沙发上 瞧起了二郎腿 一副小人得知的模样 累谁 给我倒杯茶去 屋子里就这么两个人 说的不是陈思南又能是谁 陈思南白了他一眼 懒得理你 嘿 臭小子 有你这种态度对老丈人的麻 小心我不把女儿嫁给你 陈思南没搭理张半仙的话 直接走到了之前自己住的那个房间里面 屋子里都这么脏 他这个小房间里面更是不知道多久没有打扫过了 里面的桌子上 还摆放着师父张自清的骨灰 看到这骨灰的时候 陈思南愣住了 想起了天津老人手上的那一道疤痕 师父 是巧合吗 还是说你老人家真的没有死 但是如果你没死 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陈思南对着骨灰盒轻声呢喃着 只不过这骨灰盒自然是不可能开口回答他的疑问 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陈思南拿起一条毛巾 轻轻地把骨灰盒上的灰尘了擦拭干净了 栽在屋子里面翻了一炷箱出来 插在了骨灰盒前面的灰炉之中 其实说到感情来 陈思南在世上 恐怕感情最深的人就是师父张自清了 毕竟他是张自清从小带到大的 与之亲生父母 也不过如此了